我看到你 来 我们的新闻记者 还有我们的同仁 今天是9月29号 是教育局的业务报告总执行 本期宣布开会 去啦 来 我们请教育局长业务报告 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先进 大家早安 今天由教育局工作报告 那在工作报告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出席的主管 第一位是我们副局长 王坤远 副局长 副局长陈宪明 陈副局长 我们主任秘书蒋明娟 我们会计室主任林湘君 科发科科长林逸顺 我们学府科科长施宏彦 那我们体育处的代理处长 陈中阳 我们永续科林谷达林科长 我们秘书室的代理主任 陈炎化 陈督学 我们特幼科 徐婉欣 徐科长 我们社教科 杨明达 杨科长 我们科教馆 何秋连 何馆长 我们家教中心 张斌 张主任 以及我们人事事 谭光哲 谭主任 郑峰市 庄书亭 庄主任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来进行这个 这次的这个工作报告 那我们这次的工作报告呢 分成11个大项 来跟大家说明 那请各位议员先进呢 参阅我们所发送的资料 那第一个部分呢 是在提升教学品质 建立优质的教育环境的 这一块呢 我们分为几个面向来说明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推行12年国教的 这个入学制度呢 我们完成了 世信阳采这样的目标 因为我们台南区是唯一 同时呢 办理免试入学跟特色招生的 这个就学区 那我们在106选年度的 这个部分呢 总共录取了13766人 录取率呢 是98.31% 那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提升教学品质的这一块呢 我们是相当重视的 因此呢 我们发展了 这个教师专业的 这个发展实践方案 包括呢 教师社群 包括专业对话 跟共同的备课议课 那另外我们呢 也推动了 国中小的这个 精进教学品质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包括了就是 校本的这个课程 就是校长跟主任呢 要进行所谓的 这个教学领导的部分 那另外呢 在课堂上呢 我们落实所谓的 有效教学的 这个方案 另外就是呢 要各校呢 发展所谓的 校本的特色的课程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各校的 办理的情况呢 也非常的好 第三个部分就是呢 我们落实了 所谓的校校教学卓越 跟班班阅读盘石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在教学卓越的这一块呢 我们今年 在106年 教育部的教学卓越奖里面呢 我们总共荣获了 四座的金纸奖 一座的这个银纸奖 这个成绩呢 是全国第一的 那另外呢 我们呢 也由各国中小 申请所谓的 补救教学的方案 希望呢 把每一个孩子 能够带上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所有的学校 都有提出申请 那再来呢 就是呢 我们针对于这个 科学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强化了科学教育里面呢 生活化 趋约化 跟创意化 这样的一个 这个推动模式 那我们首先呢 在新兴国中呢 成立了所谓的这个 制造者示范中心 那另外呢 我们也跟高师大 高科大 来合作 设立所谓的这个 Fabland的 这个所谓的 Maker的 制造的基地 那另外呢 我们呢 也积极的推动呢 让学校呢 来这个参加全国的科展 那此外呢 我们也落实 这个赖前市长 书香大台南 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在106年呢 也同样获得教育部 不论是这个 阅读盘石奖的这个奖项 或者是阅读推手 的这个个人奖项呢 我们的成绩呢 都是全国第一的 那此外呢 我们也加强了 所谓的本土教育的 这个落实 我们国中小本土教育的 开班率呢 高达95%以上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呢 在原住民语的 这个部分呢 也得到12连霸 通过的这个通过率呢 全国第一 也获得12连霸 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之外呢 我们也进行了 所谓的这个 以学校自主 学生为本 多元创新 这样的教育理念 所以呢 我们从105学年度开始呢 就推动所谓的实验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105学年度有三所学校呢 成立了这个实验学校 那106学年度呢 又有四所的这个学校 包括我们新营区的这个男子国小 还有我们安平区的西门国小 我们南区的这个自开国小 以及呢 这个官票区的文和国小 来推动呢 各项的这个实验教育的课程 那这样的成果呢 也是呢 全国最好的一个成果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强化英语能力 推动所谓的云端策略联盟的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呢 在厚实学生的这个英语实力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包括引进外籍教师 我们英语课向下延伸到小一 那另外就是呢 我们也办这个双语教学的计划 那也补助呢 每一所学校来这个购置呢 英语的图书 那甚至我们建立了一个 全市的英语的检测的这个机制 iTest这样的一个爱测网 让学生呢 可以随时呢来自主的学习 那在所谓的生根云端数位学习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呢 结合了惨观学演 共同呢 在我们的这个非翻云的 这样的一个数位学习平台里面呢 含瓜了所谓的创课坊 密室逃脱 云游学 艾克网跟这个欧兔网 那我们台南市的学校 申请教育部行动学习的这个方案的 这个校数呢 跟这个比例呢 也是全国呢 最高的 那我们最近呢 也跟这个南科 来合作 希望呢 引进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个创新动能 另外呢 我们也参加了这个 就是台湾学校的网界博览会 让我们的学生呢 可以跟这个 透过资讯科技的方式呢 跟外界来沟通 互动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照顾偏乡的学子 强化所谓的教育的正义 跟均等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面向里面呢 就是我们呢 是采取所谓的多元照顾这样的方式 包括呢 我们办理社区生活营 对于这个高关怀的学生 给予这个客后的照顾 小团体的这个智商 那另外呢 我们也给予所谓的 记忆事性教育这方面的 这个协助 让孩子呢 能够学习一技之长 再来呢 就是我们办理夜光天使的 这个点灯专案 这个也就是 对于这些弱势的家庭的子女 我们让他呢 留校来这个加强 来协助他 另外呢 我们有这个新著名的 这个学习中心 也是办理呢 多元的这个家庭教育 或者是多元文化的课程 那另外呢 我们也配合教育部呢 实施所谓的教育优先区 这样的一个方案 对于文化不利的地区 或者是学习弱势的 这个学生呢 来缩短了他的城乡差距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106年 总共有275校 获得经费是2081万 那再来就是呢 我们落实这个教育正义的部分 我们为了使这些孩子能够安心就学 我们呢 也提供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学生 学杂费的补助 另外呢 代收代办费的这个协助 另外还有呢 对于清函的学生给予奖助学金 百人以下的学校呢 补助这个午餐跟教科书 那另外呢 原住民学生呢 也有依法给予补助 那这样的这个 106年的成果呢 其实是有达到 8000多万元的 那再来呢 就是在幼儿教育的补助 这个部分 我们呢 今年呢 就是加强的那个 2到4岁的教保券 有每年本来1万元呢 提高为这个3万元 那另外对于这个 教育部的5岁的免学费 还有呢 公立幼儿园 我们也办理课后留言 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在幼儿教育的补助这一块呢 我们总经费呢 也达到了 5亿8000多万元 将近6亿的这个经费 受益的幼儿呢 高达45000多名 那在第四个部分呢 完善幼儿教育 生耕特教服务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幼儿教育的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 也是一样非常积极的 鼓励我们幼儿园 来参加教学卓越奖的这个竞赛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所得到的 这个经营值的奖项的 这个数量呢 也是全国第一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这几年来呢 也充分的 透过跟教育部申请经费 以及我们试预算的这个配合 来协助我们的幼儿园援所呢 来改善呢这个教学环境设施 这方面的成果呢 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另外呢 我们也提供所谓的教保服务公共化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包括呢 我们有新设的非营利幼儿园 包括我们已经接牌的这个七股农会的幼儿园 以及我们即将在12月成立的这个 南区自开国小的非营利幼儿园 那另外呢 就是呢 我们在106学年度 我们增加了14个据点的公佑 那另外也在东区跟永康区 在公佑比例比较低的这个地区呢 我们也这个增班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 能够协助 这些年轻的家长 让我们的幼儿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普及 而且优质评价的教保服务 那另外呢 我们呢 在这个所谓的照顾专班啊 包括呢 我们这个特教部分呢 有所谓的照顾专班 有所谓的巡回辅导 特教老师的这个知能 以及特教班的这个课程等等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呢 也投入了4000多万的这个经费来挹注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特教的部分呢 对于安置鉴定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建立了2到15岁的一个特教的系统 也就是它是一个跨学习阶段的 这个安置的这个计划 那另外呢 也给予这个在家教育的代金 那特教学生的这个助理人员 那兼任的治疗师等等的 这个补助的经费 希望能够提供这些 特教的学生呢 有更好的照顾 那在第五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艺术及自由教育的这个部分 其实台南因为是一个文化的这个首都 所以我们也结合艺文方面的这个活动呢 来强化我们的学生 在美学上面的素养 跟他在这个艺术领域的这个涵养 所以我们建构了艺术交流的平台 那我们也结合外界的资源 包括这个广导文教基金会 那刘其伟的他们的基金会 共同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呢 做这个连展 那另外呢 我们的学生参加全国的这个美术比赛 音乐比赛都有很好的成绩 那在自由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除了学科上的自由教育 艺术方面的自由教育之外 我们台南是独有的 就是创办所谓的这个创造力自由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跨学校 而且呢跨年级的一个自由教育 那我们希望呢 培养孩子呢 能够类似像有这种城市创造啦 或者是创意机器人啦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知能 那另外呢 我们也特别呢 加强学生的这个适性学期 跟记忆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推动12年国教 我们希望孩子呢 都可以呢 这个选其所爱 爱其所选 所以呢 我们呢 在这个职业探索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做了一些努力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让国中生呢 在自我生涯规划跟定向思考这个部分呢 提供他们呢 到高中职或者是呢 到产业界呢 去做参访 那另外呢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 结合高中职校 大专院校以及产业界 办理呢 技职博览会 的这个活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我们办理这个抽离式的 跟专班式的记忆教育的课程 那也在暑假的 寒假的期间呢 我们提供所谓的 生涯试探的体验营的 营队活动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呢 学生可以多元探索 然后呢 发掘自己的性向跟兴趣 来选择他未来呢 的这个求学跟职业的进入 那第六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天文科学教育的 这一块 我们有一个南营天文馆 所以呢 我们在天文科普教育 这个部分呢 也积极的在落实 包括我们每年呢 这个定期办理的 天文嘉年华的活动 那如果特殊星象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办理星象的 这个观星活动 那也在这边跟大家预告 10月4号呢 也就是我们中秋节那一天 我们也在我们的 这个武圣夜市呢 办理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路边天文 那这个活动 那希望呢 我们亲子家长可以带小朋友 共同的去这个参加 那另外我们也进行 所谓的天文教育 道校座这个天文教育的这个活动 那第七个部分呢 是我们建制一个法治品的教育 跟推动友善安全的这个校园 那这个面向呢 包括了法治教育 生命教育 性品教育 跟品德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 这个议员先进来参阅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 我们对于校园的这个霸凌 及学生的药物滥用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加强的这个防治的 那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包括这个小剧场的演出啦 然后呢 亲子座谈会跟家长的这个观念上的建立 来做这个三级预防的部分 那特别对于这个中措生 或者是呢 这个复学的学生 进行呢 这个高关怀的课程 或者是中介教育的这个弹性课程 目的呢 就是希望说 孩子呢 可以回到学校来 然后对学习呢 产生兴趣 那另外第八个部分呢 就是在维护校园食品安全 营造一个健康校园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持续啊 进行所谓的低碳永续校园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台南市教育局呢 首创的一个就是59410的 这个校园资源分享媒合的一个平台 那也持续推动呢 低碳校园的这个标章认证 以及呢 我们鼓励学校参加这个台美的 这个ECO School的认证 这个成绩呢 也是全国第一的 那另外呢 我们也参与教育部的 绿色学校伙伴网络 这样的一个这个评比 我们环境教育的这个成果呢 也是全国呢 第二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 学生午餐的这个部分 我们为了维护学生吃的这个安全 所以呢 我们有要求学校呢 必须要自我检测 这个由教育局来配发一些 检疫的这个试剂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结合农业局卫生局呢 来进行这个联合的这个基查 那我们这几年来呢 也持续的推动在地食材的推广 这个呢 也跟环保教育呢 其实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呢 这个采购量呢 达15%以上这样的目标 其实已经达成了 那另外就是呢 从这个今年的四月份开始呢 农委会呢 结合教育部推动所谓的四张EQ 这个生鲜国产食材标章的一个这个制度 那我们台南市呢 也被列为这个事办的城市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呢 在学校推动里面呢 有71%的这个学生是受益的 那受补助的学校呢 占了大概5成6左右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呢 对于防灾的这个部分呢 也是持续的落实的 我想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议员先进来参阅 那第九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改善校园环境充实学校设备的 这一块 我们分为几个面向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运动环境跟设备的这个改善 另外呢 就是对无障碍设施的这个改善 还有呢 配合这个环保局等等的这个政策呢 来做这个节能登具的这个改善 以及呢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持续的编了这个 两亿五千多万的这个经费呢 来做学校厕所的这个改善 这个部分呢 是让家长学生最有感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去年跟今年呢 也都分别 对于学校的这个监视器啊 安全设备啊 给予这样的补助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校园的这个 重建补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呢 在从我们县市合并以来 其实呢就一直呢 强调这个部分的这个进行 那尤其是呢 在0206地震之后呢 我们呢 有请中央 应该要对于全国的这个学校校舍的安全 做一个整体的检视 所以呢 教育部就定了一个106年到108年的 这个校舍的这个拆除重建跟补强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们台南市呢 在拆除重建的部分呢 总共教育部核定28校43栋 总经费呢是19.92亿元 那另外呢 在补强的这个部分呢 教育部核定我们100校159栋 总经费呢是9.95亿元 那这个所获得的金额跟校数呢 也是全国最多的 那另外呢 在第10个部分 在终身教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面向 一个就是呢 这个我们社区大学 我们有7所的这个社区大学 分布在我们整个大台南市 另外呢 我们37区都有所谓的热林学习中心 那我们现在呢 也积极的呢 在拓展所谓的数位机会中心 DOC的这个 设立 那我们也推动了成人教育班 然后加强呢 这个志愿服务的推广 以及呢 全民学区数位学习班 这样的这个活动 这也就是透过我们学校的这个资源 然后结合 各个单位的 这个经费 共同的来 办理 那另外呢 在这个 国民家庭生活智能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 家教中心的这个部分呢 也定期的 不定期的办理各项亲职教育 婚姻教育 伦理教育 跟这个学校家庭教育 那另外呢 我们也承办了全国4128185 这样的一个教育 家庭教育的咨询专线 来提供了这个家庭的这个询问 那另外也培训了所谓的这个专业志工 进行个别化亲职教育 这个部分呢 是这些志工呢 他们都会到一些有比较这个需要特殊关怀的这个家庭 去与与的这个资商啊 协助啊 来让这些家庭呢 能够有更好的 这个健全的发展 那第十一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这个 培育体育专才打造运动城市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这几年呢 在强化体育 学校体育教学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包括呢 这个体势能提升的这个计划 然后呢 加强这个游泳教学 强调水域安全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也进行所谓的教育部体育署的基层训练站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也建立呢 我们台南市所谓的优势运动项目 那另外呢 也补助呢 学校呢 这个培训三级的棒球 办理呢 校际的相关的运动竞赛 那另外呢 我们呢 希望打造成为一个国际运动的 这个城市啊 所以呢 我们呢 也举办大型的这个体育赛事 包括呢 我们这个 古都马松 这个铁人三项 那全国的这个 相关的网球 棒球 龙舟 排球 像滑中杯的这个排球比赛 那另外呢 我们呢 也结合体育署的这个 运动爱台湾的经费 在各个地区 办理呢 相关的这个 专案性的活动 这个也结合了我们 各单项的这个体育协会 共同的来办理 那另外就是在 棒球城市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扎根于三级棒球 那这边呢 还包括了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 这个兴建计划 还有呢 我们城市棒球队的 这个培训 以及呢 社区棒球的 推广的部分 像我们这几千 正在打巨人杯的这个 轻棒赛 那十月份呢 也有巨人杯的 这个少棒赛 会有来自于美国的队伍呢 跟我们共同的这个参与 那另外在改善运动环境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这个 补助运动场馆的这个 整修 新建的永华国民运动中心 这国民运动中心呢 预计在明年的四月 可以完工 那另外呢 就是呢 我们也这个 共同来维护管理呢 相关的这个运动的场所 那有部分是采任养方式 有部分是采用委外的 这个方式 那有一些呢 是由这个区公所呢 来带管 那以上呢 跟各位议员先进呢 报告我们 教育局 在这段期间来 在各项工作的努力 那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的议员先进 对于我们教育工作的支持 我们也会 尽力努力 把工作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教育局长的业务报告 各位同仁 那我们业务执行的时候 该委员会的 议员为优先 第一轮为十分钟 那第二轮呢 部分 第二轮没分委员会 还是议员定期 该委员会是十分钟 会为该委员 不是交由委员的五分钟 那我们从那个执行开始 那我们请第一轮的李文正议员欢迎 蔡议员 蔡议员 他怎么想 对不起 委员 不好意思 我们委员会有救生 上面的麻烦注意一下 那我们蔡议员 你的官员啦 蛤 你的官员啦 我小组当然优先念啦 那我们蔡议员 我优先 拜托给他放投影片啦 今天时间很久 我放女友台 来请换投影片 千六万啦 三岐补出三岐棒球队 怎么配置啦 我今年印象你 有写到什么男婴 长榮補贴100万 今年还有補贴 那个是体育署的 体育署的给我们核定给他的经费 包括海事 上话男婴都有 但是我们相对有配合款 你扁在哪裡 都有 那个都有 陪你对 对啦 我今天问你千六万 怎么做 补助嘛 补助谁要办理 三岐棒球队嘛 培训 叫国民消息 棒球推广计划嘛 千六万是怎么配置啦 那个是 跟预言报告是在22月倒数第二个齁 那个教育部有一个专款 不是啦 说千六万 不要说千六万 这千六万怎么用 怎么補贴啦 我会后给议员一个详细的资料好不好 我会后要做什么 你不正说你会后 你知道我 明明知道好不好 明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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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我听我吗 法队有合理不合理 不然这台我不要通过台下来 好不好 那是基层棒球 不是所以你说嘛 你不可以 你知道我 就跟你说 客户要问 首先你也知道我问 你自然不要准备我照 對不對 你知道我还对 全部自然的棒球 属于我有意见 你说我没有结婚 我都给你准备 三十次嘛 好啊 我要通知同仁准备一下 好 好 好 你会去结婚吗 别 你会去结婚嘛 請六万你才问啊 22月嘛 对 22月 到24月来 好 請六万 跟議員報告 那個1600萬的部分 我們在105年度 補助了 高中三校 國中七校 國小九校 全部792萬 再加上我們的 配合款 總共是1224萬 另外在105年 我們有辦了棒球的 娛樂園 T-ball比賽 社區棒球的聯賽 還有學校成立 鼓勵學校基層學校成立棒球社團 然後棒球的真人研習 還有棒球選手課業輔導 總共348萬 所以說1224萬加上348萬 大概在1600萬左右 昨天你剛才不是說 中央補助這高工高士是收支對內 我看不出來 那個不是收支 中央專款 專款是扁在哪裡 你說有收支對內 收支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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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像我們 像報名 我知道 那你這1600萬是我們本市的醫生呢 你剛才還黏高中高工高士補貼人 這樣就亂了 到底 中央補貼有包括我們補貼這幾間 沒有啦 有那個 第二十二月一二三四 倒數第五項是不是 沒有啦我纏對這1600萬你不能說 這1600萬有包括補貼南英的長榮的 我印象去年有三四間補貼一百萬 有包括在那裡沒有啦 民間對啦媽媽來啦 好我要先確定一下 等一下說不中 好啊你沒辦法說不出來 你是說二十二月第三項是不是 對一千六百萬 三級嘛三級棒球隊嘛 你說網球補貼是怎麼補貼 說來聽我媽咧嘛 那個網球的話一般我們是 先說這裡 好 處長他將在補助學校三級棒球 那條青六萬的啦 我是補貼的 什麼好啊 對不起我這邊現在齁 主長是他們啦 給他解釋給請出 我剛才有跟蔡議員報告的齁 就是說 剛才有 我們有十九站 他也有蔡議員齁 補助教育部 跟教育部的全部有一千兩百二十四萬 再加上我們辦了六項活動有三百四八萬 主長你以前在編你要了解齁 有中央的錢都收支隊在多少 我們市政府多少 你不能再跟他說中央啦 這個 醫生是本市的醫生 沒有中央的啦 我這樣跟你說你就是要了解嘛 有你收支隊在 中央補貼路的錢 會寫在後面 你什麼時候做主長啊 要稍微了解嘛 這青六萬 都是我們台南市政府的醫生嘛 你說中央去就離破去了 不是收支隊類啊 我現在請同仁把那個一千六四預算的部分大概做一個歸納 好啦 我從中央你問了 應該三十五萬 對啊 來 好 再加碼再放 主席 我一直在想不開 整個都在簽名成的時候 你怎麼來跟我說 說阿 議員好過啦 那我還有 我有答應說要給我 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十二 大家應該說要發佈 今天時間很多 大家應該說要把這個補助 幾間校的民宿資料要發 來 陳議長 我請教 教今天幾月幾號 今天幾月幾號 九二九 是一百零五年九二九年 還是一百幾年九二九 你也說一下 一百零六啊 你多久 你教教有發資料沒有啦 議員我想這部分我跟您說明一下 沒說明 你跟我說主席 我 這順是我問 他講 不要拖時間 你不能再跟我說 吳國民走去啊 吳國民是 今年才走而已 在一百零五年 十二月十二 吳國民當民 答應說要給我資料 抱歉 有給我沒有啦 我請教 有給我沒有啦 你跟我當作 我 做議員 做議員是 真差的你啦 真差的你啦 你們教學 這就是台度 所以我說你 歐德議 局長沒有過分耶 我說你歐德局長是什麼 你靠你局長的管理 議員是一百總算 來這裡接順 特殊料 含著三級棒球隊 報紙隊經學多少 九年十二月十二 你講到快 你不要給我 你不要給我 我們沒有說不給你 我不知道說 體育處沒有提供啊 好 你不要再拿體育處 如果說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會要求 其實我跟你說啦 你不要再在那裡 咕咕咕咕咕咕 我們特殊式 我們後在接順 派人來這裡 簽資料 簽資料 回去議員說的 記得來講話 特殊式有的 同時都說 有的有比較明顯 有的沒有 你怎麼說呢 你去問呢 齁 蔡議員說的 我後來就給他 我說這麼多 是不行的 我以法來議員 可以 對你 我不是來這麼多 我沒有擠 沒有開機 不然我都沒有開機 我六至九點沒來 我搭光光 不行 你叫我不好 我搭光光 對不對 我給你摸摸啦 你九個局 去問問問 齁蔡議員說的 坐給他 九個月 我這孫子 從來兩個月 兩禮拜前跟你們說 不快給我 從來看水 回給我 有對一個局長這麼惡質 有我做議員 做幾個年 裁長這麼議員 有對一個局長那麼惡質 從來不正義 三十趟 幾百年回給我 有對一個局長 議員我跟您說明一下 因為您說要明記 市長你不說明 你跟他講就好 你心裡不要給我 九個陣 不要給我 這個三級棒球隊 補助這麼單純的問題 你心裡不要給我 你跟他講就好 議員我再次跟您說明 我們沒有不提供的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說 體育處會後 沒有提供給您 那因為呢 其實 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這是你關你的問題 你對議員的態度 我議長 你問人都跟他講 你都跟他說 像議員說的這個 要回歸介護 你教育國專保醫生 一檔是270人 謝謝蔡議會議員 局長 我們議員從去年度的105年 12月16 棒球的補助明細 希望你能夠多久的時間 提供給他 今天晚的時候提供就是等下個禮拜嗎 下個禮拜一 今天結束之前 好 謝謝 那個 我們李文貞議員 謝謝 我們李文貞議員 謝謝主持人 我在這裡喔 要請問我們九位局長 這個蘿青長議長 他在這個立反院 回答國民黨的立委 他的政地主長的時候 他非常地清楚說 他是主長大陸 他的政治的立場非常清楚 不過他說台灣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本身在三月份的時候 在我們台南市議會有提供一中教科書的提案 提案在台南市議會過半所議員的連署來通過 現在台南市的教育局也非常用心 就是針對我們國中禮年最初的社會課本 跟國中印尼的學期的這個歷史課本 裡面涉到優關開樂選演 經濟開樂選演台灣高興中華民國 這不是歷史的這個術室 這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 沒有這種東西的這些教科書的內容 我們有來做一個經濟 來做一個處理 所以局長在這個地方 我先向你表現這個行政 這也是當時我們亂議長在台南市長的時候 本身來向這個亂議長所做的一個質順 因為我們教育局非常地清楚 政府呢 我們沒辦法拿出來說 開樂選演這些歷史的這個資料 有說到聯合的說 經濟開樂選演台灣高興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政府根本沒辦法拿出來這些資料這些東西嘛 局長 所以呢 標示說 這個教科書是 嚎笑的嘛 是爹賊的嘛 這個呢 本身所提供的這些歷史的資料 緊急 就是說秋吉尾呢 他也反對啊 羅斯福的路邊廢壇啊 他也說沒有這個事情啊 中介教他自己也說他是提供而已啊 這個王重會 他也是說沒有這個東西啊 中經國 也說他老爸還在奮鬥啊 所以 他中介教的歷史 這個秋吉尾 在1955年來回答國會議員 他很清楚回答說沒有這個事情啊 所以 今天 我在這個地方 齁 要跟我們這個局長說 齁 因為我們台南市啊 齁 我們今天阿波我們也有一個 啊 這個福德的一個客廳 齁 齁 我們也要來針對到這個開樂選演 這款的無事實的東西 齁 齁 齁 我們要來做一個 齁 這個說明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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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看這個台民上的這些 政治人物這些 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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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有這種的價值說 啊 我主張台獨 但是呢 羅伊町啊 他非常清楚 啊 他說他主張台獨 齁 齁 因為說他主張台獨呢 啊 這個中國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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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台灣 英文不可能 來成為一個 獨立的國家 齁 齁 我在這個地方 我也要向中國說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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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事實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仿言 由於我這樣說很清楚 所以今天 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這個勞儀長呢 你若是說台灣 或是中華民國 當然這個 他有他的一個 這種的一個 這個 公法 不過呢 就是說 這個 海洛選人根本就沒有說 台灣要交行中華民國 這就是 這根本就不是屬性嘛 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嘛 所以 在這個所在 我們非常清楚 跟這個 教育報告 跟外教報告 跟總統講 跟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我們現在的政府說 你應該要把這個 開樂選人 這個白柴 你應該要跟他講清楚 當國民黨 這個立法議員在跟你質問的時候 當中國 這種的壓力 在跟我們質問的時候 在跟我們干涉的時候 當世界 這種的一個 國際 國際這種的局勢的中間 我們的政府 你就要把 鼓勵 說清楚 說給民兵嘛 這就是 金本來改割台灣的問題 的一個辦法嘛 局長你說這樣對不對 今天你政府你曖昧啊 你自己立場你不清楚啊 你用一個白柴的東西 過去的時候 說人家穿在我們阿弟頭上的時候 二禮拜大堂三的時候 你 今天你台灣人起來 這個翻空 今天你台灣人 了解 所以我 先下手為強啊 但是今天我們 經濟一個民主的社會 已經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結果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 你還沒有要把這些問題 說清楚 讓世界知道 讓中國叫中國責任 讓這些台灣的一些 政治人物 大家可以清楚 讓我們的台灣人可以清楚 到可思 我們要趕緊來做一個境界 我們要把這個 開樂 和尊嚴的這種 這個白柴的 無倫和金庫的 這種的一個白柴的 說什麼台灣 俗中華民國 然後讓中國說 台灣是我的一部分 所以你英文 你不可以真正做一個國家 這是核東的 這種一個法名 所以啊 這個局長 雖然是說我們 地方的這種 收場而已 不過呢 在改變世界 改變歷史的 很多這些歷史 都是 以這個 很平衡 很平凡的 這個中間的 這個世界來產生改變 這個歷史來產生改變 我相信說台灣的歷史 也要因為 台南市 這樣來 一直改變 所以 局長在這個方面 是不是 你有沒有來 這個 說一個 說 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 現在 我們 鼓著用 這個一中的教科書 我們要把這個開樂雙元 我們要把 說清楚 要讓我們的老師知道 要讓我們的孩子知道 這個開樂雙元是八十歲 這個開樂雙元的問題 如果是說 改革的時候 台灣很自然 就是 是真做一個正常的國家 真做一個 獨立的國家 這個世界 這個 絕對是會接受 這個中國 他就沒有任何的理由 還可以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局長 你是不是簡單說一下 謝謝李文正議員 因為李議員 對這個議題 其實是 長期的 關心 那 其實我們 也 根據 李議員 您的這個資料 將相關的訊息 有提供給 教育部 教育部 他們也有 就是說 有提到說 這個也涉及到 外交部 相關的這個 部分 所以他們會 這個納入研究 這樣 那我們 原則上 我們在教學這個部分 我們根據課綱 來進行這個教學的 活動 一分鐘 你都說 這張不是教育 這位 還要添加一分鐘嗎 這張 所知啦 我如果 這個 來議長 你 要經濟 修飾 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我們 我在這個所知 我們要向 教育部 向外交部 還是說 向總統府 標示最嚴重的 這款的一個 基礎 因為 你今天 你沒有把這個東西說清楚 你就是 不是一個 副政策的政府 你讓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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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會陷入一個 這個 危機 陷入一個 戰爭的 這種狀態 因為中國 一天告訴他 你就是說 你台灣是我 中國的 你 比作為 讓中國有機會 來 說我們是他的一部分 這個 對我們的 台灣人民 對我們的主題 這個是 含入一個 很大的 這款的 避陷的 所以 今天 你政府 你沒有把這個 開了 雙眼的 這款 八十月 你沒有把 角川 你沒有說清楚 的時候 這是一個 完全 沒有負責任的 一個政府 這是會 讓我們 經過的 這個 台灣 甚至 我們的主題 萬一 台灣 有一天 如果是因為 這樣 讓中國 退去的時候 台灣的 佳祖 這個 世太平原的 中國 要沈陸世界的 一個 戰爭 這個 會讓 台灣 謝謝李文正議員 那個 我們陳 秦津中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 請教一下 那個 我們教育局 剛剛 從你們的報告裡面 有 談到 就是 就是 幼兒的一個 教育 的一個問題 我看 你們的報告裡面 就是 106年度 有 公幼的心事 還有 公幼的一個 正班 但是 我想我們 每一個 育園的一個 服務處 在每一個 學期的 開寫之前 常常 都會接到 這個 請託 就是說 家長的小孩子 希望 能夠進入到 公幼的幼稚園裡面 但是 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想要請教一下 106年度 有多少 申請要進入 公幼的 人數 總人數有多少 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請我們 特幼科說明一下 好嗎 因為 因為他這個要按照 因為有一些是已經 4歲直接往上升的 所以這個數字 可能還要再通知一下 我是說新要申請的 新申請 就是106年度要申請 要進入 公幼的 到底 全台人士 有多少人數 我們公幼的人數 大約就是 每年的話 大概就是 1000多 我要申請要進入的 你看你們這個數字 都不清楚 那 他進入的 能夠申請到 就是他能夠申請到 進入的比例有多少 每個學校的比例都不太 那我再問全 整個台南市啊 對不對 你們都沒有統計 我們公幼的供給率 大概就是 居典數的話是4成 我們公幼的 有4成 4成 是居典數的 要申請進入 公幼幼稚園的 學生的人數 對不對 他到最後 能夠進入到 公幼幼稚園的 到底比例有多少 是100個人 你可以進入10個 或者是20個 這個就比例 你們要算出來啊 那你們未來的改善 是有什麼政策 讓這個比例 能夠降下來 能夠照顧 這一些 比較 需要照顧的市民啊 你都沒有統計 你要怎麼做改善啊 議員我跟你們報告一下 就是說 的確這幾年 就是大家對公幼的這個 就是需求 是越來越高 這的確是 事實 那 根據我的了解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他去登記 要抽籤的話 他的中籤率大概是 五成多六成左右 有那麼高嗎 對 因為 每一個地區不一樣 比方說像偏向地區 他可能就是 他中籤率就會比較高啊 那 當然我們市區的部分 中籤率可能就 我看市區 根本不到百分之二十 我印象中 我看到 不是啊 你們整個的數據 真的要做好管理 是 你要了解 你身為一個主管 你都不知道這個數據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報告 你要怎麼做改善 你都不知道 對不對 那到底最嚴重的是在哪裡 對不對 他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假設是台南市 對不對 他的中籤率只有百分之十五 那你八十五怎麼辦 你要去整個的環境看一下 現在你們 國小不是都在減班嗎 對不對 未來有沒有 希望將那些空間 來做為公佑的一個 是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對幼兒園的幾個政策 第一個呢 就是誠如您剛才說的 就是說 大家現在可能都會認知到說 少子化的關係 所以就有一些空餘的教室 那這個呢 是不是可以來設立這個公佑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年 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包括我們找國中 我們今年14個 我知道你裡面有寫嘛對不對 對 有14個據點嘛對不對 這14個據點裡面 還有兩個國小 就是東光國小還有舞王國小 對他們有征班 對就他們原來有 對 但是這個我想這個比例 應該是相當相當的低啦 整個想要進入這個公佑幼稚園的家長的一個學生 的比例我想相當的低 所以議員我也跟您補充報告一下 就是說那為什麼我們後來 也用這個 教保券的方式增加他的額度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公共化的比例呢 沒有辦法 調得那麼高 所以呢就用補助家長 那你現在補助多少錢 2到4歲的孩子是 每一年補助3萬元 那5歲本來就是免學 從1萬改到3萬嘛對不對 對 從1萬提升到3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嗎 對 每一個就讀私幼的 2到4歲的幼兒 每一個我們是補助家長 如果沒有辦法去讀就 因為他經濟有困難 沒有辦法去公佑 那這些呢 就是他如果去就讀私幼 我們是補助他3萬元 公佑他本來就沒有再補充 我意思說 你還有一群人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的 你的家境 你的家境不錯的 可能就是去讀私幼的嘛 你就給他3萬嘛 那去公佑當然沒有嘛 還有一群人的 哇我就公佑不可以補充 我買私幼我沒錢啊 那些人要 因為原則上他一定要有就讀啦 那另外我也跟您報告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說 因為我們如果不斷的去設立公佑 那也會影響到現在私幼的 這個生存發展嘛 所以呢 教育部他的政策裡面是 採非營利幼兒園的方式 那非營利幼兒園就是呢 家長自己負擔7成 政府負擔3成 這樣的方式 也就等於是說貼補他啦 那另外我們台南市 現在自己在研議的就是 所謂的私幼公立化 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你現在你推了 你現在台南市有多少 就這方面的學生 就是私幼公立化嘛對不對 這個我們現在在規劃 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台南市有這麼多的 私幼資源嗎 你收了多少這種學生 多少 人數多少 那個議員我要跟您報告說 現在我們目前是在研議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很好啊 就是要向你建議的啊 對但是我們現在要 定一些遊戲規則啦 比方說 你可以請他 請你未來要設幼稚園的 私立幼稚園的 你要定個比例啊 是不是8比2 或者是多少 我想他們也願意啊 因為他對於一些低收入的啦 或者是比較 家庭收入比較低的 可能他們來給他幫助 我想他們也願意啊 議員我跟您報告 就是說我們現在公佑的招生 那個不利條件的 像您講的弱勢的家庭 孩童 這個部分是優先入學 也就是說他如果是 那我了解啊 對中低收入戶 或者是說這個家境 包括這個單身的 現在你那個低收入 當然一般來講 都不大有問題啦 他現在有問題的是說 他家庭的總收入可能 也不高啊 女兒母兩個就賺錢不多少錢 所以他這個 如果到公佑去的話 他是優先 他是優先入公佑 優先但是你的 你的額度不夠啊 所以讓他們要說 他是優先入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比方說我這個公佑 有30個名額 我了解有三個條件嘛 好像有幾個條件 他有排序 對對對 那像您所講的那個 經濟不利的 這個部分他是優先入學 那我想這個 你這個私立幼稚園 是不是這個部分 可能你們要援議一下 就是私立幼稚園 裡面可能要一定比例 來做這方面的 政府的一個工作 那不然的話 你們就可能要 在給他評鑑的時候 可能要做個考量 是 我也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在 研你的這個 私幼公立化這個政策 我們也是要求要 就是說他如果要參與 台南市政府的這個計畫的話 他也是要優先 遭受不利條件的 這個幼童 這樣他才可以符合 我們的補助的要件 那目的也就是像您 陳醫院您剛才所講的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關懷 整個這個弱勢的 海桶讓他們也有公平的 受教的這樣的權益 好 我想這個部分 你們可能要再做努力 真的是有太多人 真的是沒有辦法進入到公佑 那私幼公立化這個部分的話 也請你們來做努力 相關的數據 真的要統計 你要看整個的趨勢怎麼樣 是不是越來越多的海桶 我們一直在申請 那你們是整個資源的分別是怎麼樣 你要了解才有辦法改善 你們的報告都這樣 都用一個數字 還有什麼幾年度 然後就把議員呼籠 你知道嗎 看立聯的統計數字 讓我們看一下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那個現在的前瞻 你們教育局有變多少的經費 我們前瞻的部分 我們其實提列的經費 滿多的 各個項目都有 那現在應該是說 它是要分 就是 你現在 這個國民黨在視線對不對 在視線 那會不會造成你未來的運作上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按照就是說 比方說教育部 好 我們謝謝陳金中議員 緊接著李維英議員 謝謝主席 局長 局長我想請問 議員好 我們台南市的學生 參加補救教學的 有多少間學校 還有多少位學生 我們現在是所有的學校 包括那個分班分校 都有參加 我印象中是274校 274校 有幾位學生 學生數的部分 應該有四五萬人吧 四五萬人 那你們一年度來編列這個 補救教學相關的 教科書的印刷費用 一年度多少 編列多少錢 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原則上補救教學這個部分 我們是學校申請之後 它是 就是給它一個額度 那當然裡面有包括了 終點費 教材費這些 那我問你印刷費啊 印刷費這個部分 可能要請我們 科發科說明一下 科長 跟議員報告 因為補救教學的這個費用 大部分都是教育部補助 包括它的開班費用嘛 那教育部是從 這個學習開始 它是有 在匡列那個 整個教材的一個費用 那 之前的話是沒有匡列 它之前是 那我們之前花多少錢嘛 跟議員報告 因為 我們都是採用 台南大學所開發的 線上的 學習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都是線上化的教學 它是線上化的教學 而且它是免費的 那所以 國教署編列的預算 你們都沒有申請補助 它是給那個 其他的 民間 民間團體 因為 有部分的民間團體 它也很熱心 有自己開發 補救教學的教材 沒有錯 對 譬如說 用其他的多少 我們這個部分 是有 這個學習有 跟 國教署申請 那 目前來講是有 四所學校提出申請 因為 要申請 永齡的教材 它必須要完成 永齡的師資的培訓 這是它的規定 它的規定 對對對 好 那四所學校 這樣子你們 申請了多少錢 它 它 得一個補助 大概都是 五萬多 五萬多 對 局長 我覺得你們很奇怪 你們是不是不喜歡 補救教學 還是不喜歡 中央的經費 跟議員報告 不會 我們 對於中央經費 我們一向都是積極的 在升級 剛才我所提到的 這個 國教署補助的經費 這個 剛才 科長所跟大會報告的 其他的 印刷費用編列部分 國教署編列的 這個補助經費 高達八十八趴 我們其實只要十二趴 結果 剛才 科長提到 這學期是四間嘛 科長四間怎麼來的 去年幾間啊 跟議員報告 因為去年是沒有補助 去年幾間 去年 國教署也沒有開放 好啦 去年幾間 如果 比方說以申請 永齡基金會的是幾間嘛 我們有完成 永齡的 私自培訓的學校 大概有五十校左右 所以我要問你的 是去年申請幾間 去年 今年你說四間啊 那上年度咧 跟議員報告 因為上個年度 國教署並沒有編列 預算讓我們申請 所以我們沒有 沒有機會提出申請 那沒有機會提出申請 那上年度使用 永齡基金會的教材是幾間 這個是 學校他們自己去接校 我的印象是兩間 兩間啊 對 局長我要跟你講 你們的行政效率 實在是令人訝異跟炸舌了 我剛才問的 我就是要讓你了解 你們的科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國教署的公文 他在106年7月31號 發函給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然後他告訴你 他編列預算可以編列88% 我們只要負擔12% 那請問局長 您覺得以規矩的效率 這個函應該要多久 發給所有的學校 我想我們如果說到這樣的公文 一般來講這個就是轉一個公文 轉一個公文 除非說他那個公文裡面有一些疑義 我們需要釐清 轉一個公文要多久 原則上大概是 三天 三天要一個禮拜這樣子 需要簽到主祕嗎 不用吧 韓轉公文MAN 他這個文有簽到局長嗎 有跟議員報告 這個公文 國教署他8月1號來的公文 他的復健 他7月31號來的公文 我們是8月1號收到文 那因為他來的這個公文 他的一個復健 他的復健 他有一個教材申請的一個調查表 他沒有做得很仔細 就是說他有兩個問題 我們都還要自己去做一個整理 所以你們整理到9月5號 然後發函給 用普通件發函給各級學校 然後跟他說9月8號 禮拜五中午之前 要申請的 來跟你們回覆 後來有展延到14號 後來因為我跟你們要求 所以你們展延了嘛 展延到14號 展延到14號嘛 所以如果我沒有跟你們要求 你們的事情就尊重說 你們可以看一個公文 看一個半月 放一個半月 轉發給各級學校 要求人家兩天回覆你 你在做什麼 你的更正更正了一個多月 你都不會看他的截止日期嗎 局長 你的行政效率 這個 這個 別說永寧基金會 其他的這個協力單位 想要協助我們教育最前線 都不知道該怎麼協助你們 都已經本來有心 然後被你們弄到無力了 局長 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以後 我們會再來確實 來檢討改進這樣子 那另外這個永寧基金會 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也是 從去年開始 我們也鼓勵學校 去參加他們的這個師資培訓 因為我們也希望說 有更多學校 透過這些外在資源來受益這樣子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再努力 這個 這個再拜託你們 其實 每一個都是你們好的協力單位嘛 是 那 不要 不要因為 有其他因素 還是 覺得怎麼樣的因素 然後故意去 這個忽略掉其他的夥伴關係嘛 好不好 局長這個要拜託你 好 那我 好 科長請坐 謝謝 局長我再請問你 你在報告裡面有提到 這個所謂的四張EQ的一個部分 是 那 我們這個全壇是有13萬7千多名學統 那 這個你說這個 他的 補助率是70.6% 你剛才是說71% 那我們的 紙本裡面是寫70.6% 那我想請問一下剩下的這個 20點 29.4%咧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因為四張EQ他現在是採取這個 所謂的鼓勵辦理這樣的方式啦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 午餐的這個契約裡面呢 我們是請學校 跟廠商訂約的時候呢 就是提到說請他要優先 採購 這個四張EQ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他的三層是沒有優先採購的部分嗎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不易取得這些食材 舉例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台南市 就是四張EQ的這個平台呢 這個是由這個農委會的這個農糧署 南區分屬跟我們農業局呢 共同來開發這個供應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部分呢 大概在我們市區的部分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服務員比較廣 所以呢有一些學校他在取得食材上 是有點困難 那你這樣子會很奇怪哦 你看你這樣會變成一四兩制 之外你看那 那如果你四張EQ是好的 剩下的三層 假設你四張EQ是提升血統的營養午餐的品質 那你其他三層的學校也要想辦法去做啊 是 那如果這個四張EQ是不好的 或者說需要再加錢的 那每一個營養午餐 每一頓營養午餐 也應該要去增加預算去補助它 像台中一樣不是每餐增加了五塊錢嗎 我們現在是辦理四張EQ的話 他每餐有補助3.5元 3.5元 我們自己有沒有額外 那是補助啊 我們自己有沒有其他額外再增加一年午餐的經費 我們只有對有機的食材 有補助那個經費的落差 因為我上個會期有跟你講到嘛 這個小朋友每天都吃同樣的食物 吃到最後都不敢吃啊 這個你們有辦法去改善嗎 是 所以我們前陣子由這個張副市長開會 也邀請 好 謝謝李維英議員 讓我們 那我們請蔡宇智議員 謝謝主席 請蔡宇智議員 呃 局長 想請教一下 是 開學也差不多快一個月了啦 是 那我想那個學生數應該已經是定案了嘛 是 那想請問一下局長就說 目前我們這個全市的這個學生 新生 就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還是那個 國中小的那個新生 現在 呃 只有各位數的大概有幾所學校 各位數的那個林科長 跟議員報告 qualité吧 我們 Company 林辰的學校有一校 那 只有一個人的有六校 那 只有一個人的有六校 兩個人的有三校 三個人的有六校 五個人 一校有30校 所以 大概的話 也十幾校 S十幾校 帛巷 等一下那個資料能不能給我一份 像這樣子 各位數的 我曾經去有機會到只有一個學生的班級去看他們上課 我覺得雖然說是一對一的教學應該是最好 但是在小朋友 尤其是一年級的小朋友 兩位請坐 這麼小的小朋友他沒有同彩 他上課我想就是跟老師這樣面對面 那其他的課程也是這樣 我想對小朋友的人格發展應該會受影響 我不曉得 局長你認不認同我的說法 是 我想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的確現在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然後尤其是偏鄉地區年輕的人力都外流 所以使得我們偏鄉的學校在招生上的確他們不是教學品質不好也不是不認真 而是他本身就是聲援的問題這樣 我們現在在局裡面我們是有鼓勵學校來進行所謂的混零教學的部分 這個意思就是說因為我們認為說學習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老師可能就是一對一的教學 他一定也有一些成效 但是同才之間的互動 交流 這個部分不僅是在於課業的學習 其實也包括人際的這個互動社群關係的建立 這個部分我們鼓勵學校尤其是像一些這個藝能科 或者是中和活動 生活領域 這些都可以採混零的方式來教學 像這個偏遠學校 好像各年級的學生數可能也是都是各位數的很多 那你說要這個學校的活動又多 在教育局這邊要求學校也要多舉辦這個學校的特色的這個學習 那這樣子的話 真的講這些小朋友 你要找個什麼代表參加 參加學校的那個代表學校到外面校外去去參加這些活動 也是非常的困 對學校來說是非常的困擾 那是不是可以學像那個誰啊 那個南西國小 我覺得南西國小全市裡面就 他們南西全區就只有一個小學 他們也是一樣 也生存得很好啊 學校教學方面也做得很好啊 是不是 是不是其他的像那個 只要說那個距離 不要說太遙遠的話 是不是 我不是說要合併啊 不是說要併校啊 但是是不是可以朝著這樣的方向 我想不管是在這個人力上 在這個人事的經費上 或是教學的品質上 我想應該都不會比現在目前這樣子 這麼多的困擾啊 是 我想跟議員說明一下就是說 目前喔 其實在這個活動的部分 比方說學生的活動 我們也鼓勵做校技的活動啊 是 那包括老師的研習 我們也是用這個小區的方式 因為如果說我們今天都要求老師要出來參加研習 那必定會影響到他教學的這個正常的實施 所以我們在教師研習這個部分呢 也有用分區的方式 那尤其是學校像這個運動會 他們也會辦理所謂的社區聯合的這個運動會 就是說讓更多學校一起來共同來辦理 然後也讓社區的人士呢 共同來參加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這兩年來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推動的一個工作 是 那目前喔 這個學校 學校老師的流動也蠻大的嘛 那像在剛開學的時候 好像我們原住民學生的這個調查 都一定要等到開學以後才做這方面的調查 我覺得好像應該是在 原來的救生應該就知道他的身份嘛 那根本就不需要再調查 調查的話就是應該新生入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他的那個資料 我想這樣因為他報到的話 我想這資料就馬上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每次要這個原住民的那個學生數 或者是原住民的這個小朋友的這個人數表 就都要等好久 所以說還沒有統計好或者是這樣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好像這個行政效率就不太那個 好 醫院這個部分我再來了解一下那個作業的程序 我們會那個就是 其實就是他只要付的資料是齊全的 那就身份的這個身份別其實是蠻好確認的 我為什麼要提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每次開學的時候 要重新調查這些學生數 那要分配這個族語老師 要安排族語老師 要安排族語老師 就要等到有學生數 有學生的這個竹筆 才能夠知道 才能夠讓其他的族語老師 去參加他們那個學校的這個征選 或者是這個這個什麼 轉介這個族語老師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在開 這種工作應該在開學的時候 開學以前 前兩個禮拜應該都可以完成的事情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當然是有關於那個原住民學生的身份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那他有沒有要上族語的課程 就是說我們也要了解 並不是所有的學生 他都參加這樣的族語的課程 所以有一些程序上呢 需要這個讓他確認 他的這個學習的意願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再來盡快再來處理 那局長妳知道的是 有學生不想要上族語課嗎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說像國中或者是高中 國小大概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國小他就是都要上嘛 但是國中跟高中 他們是選修嘛 對對對 所以就要看學生的意願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強迫 強迫他們說一定要學族語 目前依照現在的規定是不可以 不可以強迫 那這個比例高嗎 這個其實還好啦 還是只有偏遠地區的 因為我們還是會鼓勵啦 對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話 也許學校的老師沒有做這方面的鼓勵的話 他就算了 那因為我知道有比較偏遠的學校 有一兩所學校 學校是好像不太贊成去開這樣子的課程 就覺得說他要聘老師 如果是學校有兩個不同族群的學生 他就要請兩個老師嘛 是不是 一般來講應該不是學校的這個部分 這個因為他的終點費都是局裡面 或是教育部補助的 是 所以一人也可以乘班 對 我們當時要求就是說 只要有學生願意上 一定要讓他開課嘛 是不是 對 那最近我不曉得現在那個 這些主義老師的交通費都補齊了沒有 因為到星期二的時候 還有老師說沒有收到 那我 現在課長 我們都有先通知學校 就是先從人事費去處理 所以是沒問題的 好 謝謝科長 你要再一分鐘喔 沒有 那個你先一分鐘給你啦 因為我等一下要請你去做主席 負責等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那個 我希望齁 我希望齁 每一次這個交通費 每一次就是都成問題 我們也曾經建議過 建議過很多次了 不是曾經 建議過很多次 就是說 學期末了就應該趕快結算 趕快先 帶電給這些老師 我希望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然主席老師天天都上網 因為天天都有事 我覺得也很困擾 所以希望這個能夠改善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蔡醫生議員 我們請我們郭副議長 蔡醫師啦 蔡醫生 這個是王金木淺在這裡質詢 都大小孩 楊總城剛才來而已 那不然是蔡醫生啦 你說蔡醫師 陳怡貞 洪一巫 林美院 還有這個 蔡醫師會 還有賴慧元 也都大小孩 在這裡都很認真 真的要跟他們余個佔 所以交 ehkä他們講的話 你要注意點 多多地要 配合他們的奸言 這幾個方做人真的 一個讚 我們請洪宇宏議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局長 我幫你請教一個問題 是 我們要設立一間學校 對周邊的組合來說 學校是不是算惡靈設施 還是對他們的邦局有加分的作用 設學校喔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原則上學校應該有吸引學生來就讀 這樣的一個 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學校的設立 當然會考量它的那個區域性的 這個狀況 那就是說你在設立新學校之前 你應該有做過這樣子的一個評估 就是說 這間學校是不是因為周邊的社區的發展 有那個小孩對學校的訴求 所以我們才會來評估設新的學校嘛 是 謝謝 你們覺得在設立新學校之前 有人上來幫你們拿北部電話 反對說你這麼忙設學校的 過期覺得有這種情形 呃 在台南市我好像沒有印象 好像沒有這樣子 但是 我是有看過外縣市 對 沒有沒有我們講台南就好啦 我們不能像某一個議員都關那個國際 你不用關那圈 國際不是在我們台南市議會在討論的 謝謝 謝謝 那我就是說 呃要請教局長 你敢知道 我們現在有學校 就是因為 出兵的人 他陷學校設在這裡 後 他在睡 你最差 小孩在上課 那個聲音也好 還是說小孩 他在運動也好 他所做的聲音 他感覺很差 所以 一日子 呃 呃 如果不是靠給1999 那就是靠給警察局 那不知道靠給教育局 你敢有接到這種導授 我目前是沒有 得到這樣的訊息 我只是知道說 有一些學校 他在辦運動會的時候 因為那個 他那個 拉拔 都會很大聲的嘛 所以有看到這樣 真正 就是說 學校的運動會的時候 可以不要插 那還沒固定都 真正那間學校而已 有幾間 就是說 市區一旁 住宅區 比較多 這樣 所以我們也請學校改進 就是說 就是從音量裡面去調整嘛 我們除了從音量調整 我們還調整那個喇叭的位置 那你有沒有去評估就是因為 因為這種選舉 結果學校 他不敢有動態 就是說 那個記憶班 打鼓的啦 或是那個音樂的 他不敢讓孩子做這種學習 當然也不敢做這種比賽 那無形之中 是不是扼殺了我們孩子 在這個學校就讀的孩子 他很多學習的機會 因為 因為您講這個 我再去了解一下 因為 我們其實是有跟學校講 就是說 可能因為 學校的 這個 地區是 也不會那麼小嘛 所以就是盡量不要靠近 那個住宅區 但是他還是可以在 學校裡面的 這個空間 來做各式的 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萬一如果你碰到這樣子的一個鄰居啦 其實就是只有一戶人家耶 他就很討厭 他 不關西的大人 還是他們家的年輕人 他就吃百英雄 套櫃 臉書也好啦 電話也好啦 吃百英雄都跟他減股這個學校 做成功好大學 都不敢動 我覺得對這些小孩來講 也非常不公平啊 你們應該去了解 這樣子的一個學校啊 是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就是說 這個我們 會來加強的來溝通啦 其實我們也不會說 因為有這些的 這個 就是個案的 這樣的不斷的沉寢 就是去 你大概可以 舉掌我給你建議啦 你大概可以對1999 你們去找這個資料 是有 在什麼時間 有什麼電話 很密集 只是檢查某一間極定的學校 那麼警察局的一一人裡面 甚至分局 甚至拍手 吃飽 都只有接到這些電話 都只有減股這間學校 做成這間學校的校長不擔當 老鼠也不敢 有提出聯合動態的孩子 這個活動 這樣我說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 學校的教育的發展 當學校碰到這樣子的 一個經營上的困擾 他應該把這些事情 拿到檯面上來講 請教育局來協助 請所有的人際關係 發動這樣子的一個人際關係 看有沒有辦法 跟對方溝通啊 對方 他自己搬走 吃飽 他只要搬這間學校的搬走 學校搬走是多大的事情啊 他個人搬走是比較少 學校搬走是大事情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人呢 但是你們 就是自知不理啊 變成學校 大家怎麼不敢 學校不敢說 這是不對的啊 這要過好對啊 好 議員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去了解 那就誠如剛才議員所說的 要加強溝通 跟運用各種的管道 去跟那個陳情的人溝通 雖然不見得說一定有效果 因為我自己以前在學校服務也碰過 就是我們每天都要煮午餐嘛 可是我們只要一煮午餐 隔壁就認為說 你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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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對啦 局長 等一下我告訴你哪一個學校 等一下我告訴你哪一個學校 但是我覺得 從學生的那個學習機會來講 這個學校扼殺了學生很多的機會 這對孩子來講是不公平的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要請教你 就是大家一直關心的公佑的問題 那因為 我們教育單位也怕說公佑的 如果增加班級 或是說增設 有可能會影響到私佑的生存 因為他畢竟也是合法申請的 不過 在十五上 那個你在公佑的部分 有很多優先條款 但是這些優先條款 無形之中 排擠了很多有需求的家庭 他們所有人幾乎優先條款 就都減完了 一百塊三十個而已 這個優先 那個優先 那個條件 那個條件 一般 家庭很可能 半個就去排隊的那些根本 連那個 抽籤的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 這樣子 我覺得 你們今年也有在 某幾個 國中裡面 設了這些 公立的幼兒班 但是 我不知道你們 洗了衣 已經有去兵工 到底 你國中的孩子 這十多歲 他是那個運動量 最大的 時間點 但是 這個公佑的 這世家庭 有地方 這四五歲 四五歲 和這十四五歲 他的條件 他的 領體條件 是都受傷的 這樣不適合 能夠融合嗎 是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是有去現場評估 那也考量到學生的安全 就是說 我們設公佑的 在國中設公佑這個地點 他是其實跟國中生 還是要有一點 位置上面的這個區隔 那另外呢 就是洗手台 廁所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改建 就是符合幼兒 來使用的 也就是按照幼兒園的設備標準 我們有去做整修 那局長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你在國中 設一班的幼兒園 然後你增加了這麼多幼兒的需求 跟設備 啊 這種的經費 人家會比我們公立的幼兒園 裡面 給他加班 多設給他多一班 會比較省嗎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喔 我們這次為什麼會在沒有設幼兒園的學校 來設 而不是用增班的方式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說 教育部呢 他要求說 我們的據點數 要百分之四十 我們如果在原來的幼兒園 又增班 這樣不算增加據點 我們一定要在沒有設過幼兒園的 所在設幼兒園 這樣才可以增加據點數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需求是在市區比較集中 人口比較集中的地區 他對這個需求是比較高的 對較高區的他的需求沒那麼高 你為了要增加據點 你在較高區的設 這樣表示你在所在上面 據點增加了 但是對於真正有需求的家庭來講 他並沒有得到他需要的一個幫助啊 這個我們有評估過 就是說原則上我們這次設的 還大部分都是在比較屬於人口集中的 這個地區 那你就是像我講的 好你在中山國中裡面給他設一班 你就不如看是要去中議還是政府給他設班 這樣是不是比較更理想 是 我也自己做那個睡眠節 像綜藝國小他就是沒有空間還正班 因為他就是總量管制的這個 其實我們在賓國之前我們都去看過 我們第一個選定是 我們請陳怡甄一言 謝謝主席 我想局長我們在 世大運之後 其實凝聚了我們全台灣很多人的這個熱情 那其實大家也感受到 其實體育真的需要大家的關心跟照顧跟支持 那我們看其實我們的報告當中 也花了很多的篇幅其實在講體育這一塊 那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台南其實有一個 台南是體育獎助金的發給的辦法 那我們一年有多少的經費 放在這個體育獎助金 我們這個每年的經費呢 其實也是看選手的表現 我們原則上我們每年發出去的這個經費 除了特定的比賽 比方說像全中運全國運 那個都有額外的獎金之外 像這一類的大概一年 就是七八百萬到一千萬 不等這樣子 七八百萬到一千萬 那局長我再請教一下 那我們像我們今年 有多少的選手申請 那有多少的人通過 因為這個體育處作業 我印象中是總共發了 將近七百萬的這個經費 七百萬 我們是今年七月份開始申請嘛 九月二十公佈 大概發給了七百萬的經費 那大概是多少選手申請 然後多少人獲得補助 兩千多比要有多少人 大概有兩千多位選手申請這樣 那後來獲得補助的選手有多少位 他現在講的應該是那個 就是申請 兩千多位申請 兩千多位都有獲得補助 在我印象中極少數 極少數嗎 極少數沒有得到申請 因為我們有一個門檻嘛 對有一個門檻 那局長其實 我在這邊就是接到了這個 民眾的這個陳情 其實他們每一年 其實我想這個一百零二年開始 有這個獎助金 體育獎助金 他們覺得很好 然後就鼓勵孩子 或是鼓勵他的學生去申請 結果一百零二年到現在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每一年申請補助的方式 都有一些不同 然後到他們有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準備了資料 也去參加了比賽 結果後來發現 這個補助金額 是不能補助 或是補助金額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他們就認為說 阿太這樣 這個東西應該每一年每一年 它的規定跟方式 應該都要一樣啊 那為什麼會有落差 那像這個民眾 他像這個孩子 他其實 一樣的比賽 像這個全國小學分級 游泳錦標賽 一樣的比賽 去年拿到第一名 是補助五千塊 今年拿到第一名 補助兩千五百塊 我想我們的補助的辦法上面 其實就是 如果他是全國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議照項目 他的第一名就是五千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兩千五百塊 那這個家長就覺得說 我去年就一樣的比賽 一樣的狀況 有補助五千 那今年為什麼變成兩千五百塊 那家長就覺得說阿太這樣 就是為什麼一樣的比賽 但是隔了一年補助的金額卻不同 這會讓家長覺得說 我們教育局怎麼標準變來變去 然後為什麼要跟這些選手 來斤斤計較的這個部分 我想會失去我們照顧這些體育選手 鼓勵體育選手這個美意 是我是不是請體育處說明一下好嗎 好 那個謝謝陳怡鎮議員的提問 那就是說這一個辦法 我們在去年的9月10號 有重新修正公佈 又修正了嘛 對因為他第一版是在102年公佈的 所以我們施行三年後有做一個檢討 所以是在去年的9月10號 體育獎助金的辦法有重新發佈 那剛剛所提的這個是分齡賽 那分齡賽的部分 我們就是獎金的部分 會採折辦的方式 所以您提的 所以的確是去年是補助5千塊 那今年 在辦法公布之前 之後變成2千5百塊 對 那為什麼要去跟這些選手 他都拿到第一名 為什麼要去跟他增值這個2千5百塊 這2千5百塊 對他來說其實是一個鼓勵啊 為什麼要去跟他 為什麼要在這個部分去給他打折呢 這對選手的照顧 為什麼這個金額上要去給他打折 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的比賽 他其實都有分領或者是一些分級 所以我們是針對最高級的部分 還是維持他本來的獎勵額度 那如果是有分級分組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他其實拿到一個全國 他可以 這個你們都有規定 他可以成為全國競賽 全國錦標賽的項目 也不是隨隨便便都可以的 他也必須要是 全國錦標賽 他是要教育部體育署核准的 全國單項委員會協會 或者是中華民國殘障 讓體育總會辦理全國錦標賽才可以的 這不是競賽節的比賽 他可以去拿著這個補助 他參加一樣的比賽 結果他去年可以補助五千 今年他變成兩千喔 我想這對家長來講 錢不是錢多寡的問題 是感受的問題 而且其實他們參加比賽 也都有一些成本啊 所以我們其實讓他拿到這個獎金 就是要鼓勵他 而且也要讓他們 也是給他多多少少一個補貼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修正的辦法 你去年去修正的這個辦法 你應該是要把它修得更好 更能鼓勵我們這些孩子 鼓勵我們的選手 你怎麼會受到 這個對他們越來越嚴格 反而給他打折了 這對這個選區的教育 他也能打折了 處長這個辦法 好謝謝處長 局長我們這個辦法 是不是應該要再來 好好的討論一下 謝謝議員指導 這個部分我再來了解一下 因為我沒有去 就是說原則上這個處裡面 他們是 就是去橫左 那我想這個部分其實 局長這邊一定要指示 體育處好好的去檢討 我想對選手的鼓勵 我們應該是越來越多 不是說越來越少 然後去跟他計較說 因為你比賽有分離 最優級組才可以拿到 這個五千塊的獎金 其實這個獎金 就是全國賽 第一名如果是教育部辦了兩萬 全國大專運動會一萬 全國錦標賽 全國運動會的競賽五千 全民運動會競賽項目三千 其實都不是一個多大的數目 其實都是鼓勵的性質 那既然我們要鼓勵這些選手 我們就不應該 在這個金額上 再跟他們斤斤計較 還有什麼因為是分離 所以就變成兩千五百塊 而且我們其實看到的資料上面 其實還是很多選手 他的補助是零的 就是他其實也參加一些比賽 也沒有拿到什麼補助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既然有這個體育獎助金 是要鼓勵選手 因此我們在這個發給上 這個標準要非常的一致 而且要公開 要很透明 不要讓他們 我們去年新選可以 今年新選不行 那對他們來講 而且這個制度越改 應該是要越能夠鼓勵他們 不是去年可以補助到五千塊 今年卻變少了 我想這當然對著這些選手 還是這些家長 他們就沒辦法這麼想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回去一定要好好的檢討 未來這個金額上 我想這個金額都不高 應該要再增加上去 我想我們一年花個幾百萬 來鼓勵這些選手 我想這是我們教育局應該做的 而且做的其實還不夠 應該要再多加增加這個經費上 所以我想這個金額上 還可以再討論 千萬不要再打折 而且這金額上 其實應該要再提高 所以這個部分局長 應該要好好的來檢討一下 我們會再回來那個評估 另外局長就是 今年桌球館 就順利的委外出去了 那委外出去之後 原先的他們就會搬離原來的地方 結果他們就感覺到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過去他們在場館裡面的時候 他們跟體育處跟教育局提出說 我們有漏水 我們冷氣壞了 我們什麼壞了 結果我們處裡面 我們教育局都跟他說沒錢 結果我們現在要委外了 我們就花了錢來整修場館 那過去他們要跟我們說 這是訓練台南選手的一個地方 我們要去經理 我們怎麼去申請 他們桌球館怎麼來申請 我們都說沒錢 結果現在我們要去委外了 反而就有錢來整理了 我想這個對長期在地方 為了這個桌球運動努力的這些前輩們 我想他們感受上會覺得說 非常不好 我過去跟你說這要經理要怎麼 你都沒辦法經理 結果你現在委外出去之後 你反而就有錢先整理再給委外的單位 所以局長我這個部分 真的是會讓這些長期在推動體育運動的這些人 我覺得很灰心 怎麼會是這種狀況 是 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其實當初也是很希望說 教練他們可以繼續留在桌球館 跟以前一樣的這樣子的一種模式 那我也親自去拜訪 那也很希望 好 感謝我們陳怡甄議員 來 接下來是我們交易委員會 曾培亞 曾議員 阿拉 你要跟他換一下 OKOK 那我們現在這一輪 如坤文議員 如議員請 謝謝 曾培亞議員 感謝你 那個 局長 好 昨天民進黨議員 跟你說開羅宣言 這次今天是跟你說開羅宣言 是要封條的嘛 之前要跟你說保留的 而且是有效的 這樣你會 情形散亂嗎 之前跟你說 沖之鳥嬌 他們是符合開羅宣言的規定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是正面的 今天開羅宣言是 影響他們到台獨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你會鬧時間睡了嗎 爛日廟 我要聽你說看 我想跟 你要正面的規定 你不要在那邊說 在那邊說過五四三的喔 沒有 那議員我再回答一下 都很誠實嘛 就是說我剛才也有報告 就是說 跟我們學校教學有關的 我們還是要依據課綱 這個 這個 就一部兵力的造成 你又要跟他說 你又要跟他說 整個陣情你要跟我說而已 說開羅宣言是對的 那你今天又跟我 訪問我說 又再問我 再意思聽問 開羅宣言是不對的 這樣到底是 開羅宣言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嗎 跟我請坐 你要換檔檔你來問嗎 同一個場所 時間不一樣 議題不一樣 趕快的開羅宣言 可以不一樣的解讀 那現在是怎樣 你用的就是 這就是我們家的 跟我們 裡面的內容 如果有 有影響到我們 那就是別人的 才會這樣 他的 現在的小孩 告訴你們 民進黨的 沒有到現在的 現主席 你會不會對付的情緒 對跟錯 對跟錯 都分不清楚 要怎麼搞 會一代 現在搞 又是十檔後 收割 你知道嗎 我實在是看都不會 你知道嗎 我請教一下 臺南市的運動強項 是哪幾種 運動強項喔 我們目前啦 就是說我們 台南市有訂一個 所謂的 優勢運動項目 我給你問看 運動強項 這次台灣運動會 比賽完 比賽完嘛 我們目前呢 在市大運裡面 我們奪牌 的狀況 最多的是這個 滑輪溜冰 滑輪溜冰還有什麼 然後另外還有羽球 什麼球 羽球 桌球 桌球 跆拳道 還有一個是撞球 撞球 撞球 但是因為撞球它不是正式比賽項目 它列為表演賽 齁 列為表演賽 對對對 那棒球 是排名 我們台 目前強項的多幾名啊 因為 因為棒球 它這一次是由 這個 就是說棒寫那邊組隊嘛 對 就是組一個 這個 代表隊 好 那 這次好像 比賽成果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很不好嘛 我後來他得第幾名 我沒有印象 沒有名次嘛 哪有第幾名 沒有名次 沒有名次嘛 那沒有老闆 那老闆而已 實在啊 重點是 我們的 體育的經費 整個都被 放球拿掉了 你知道嗎 六兵 我們的六兵場所 旁邊的一間便宿就沒有啦 議員指的是那個 國平路的那個 那個 那一間便宿就沒有 對 那我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呢 我們這次呢 已經去跟 就是之前 最近啦 前一兩個月 我們有去跟 國教署 跟體育署 申請 要整理呢 那個國平路那個 華倫六兵場 對 平常如果 有關於體育 如果要給你 賺兩萬塊 又沒有啊 把體育署 把體育署 都拿到 你看你一個 棒球你一年花幾圓 包括他的經費 他的建設經費 他的活動 什麼要與美國 亞洲 桑那洲 或日本 關西地區 球隊進行棒球交流活動 這個要花多少 兩百萬喔 齁 這這樣七三八四 如果要千萬 那我們的強項 要求一些補助 沒有 你 你可以 不要這樣 這樣子揣摩 喪意 好 上面 叫你 有一個意思 你說所有的運動 不用插 只要棒球 我還好 整個經費 都要棒球 這樣喔 我告訴你 你要這樣就得了 其他那些運動選手 絕對來看他 議員 我很清楚喔 您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在各個單項的 發展 沒有 我告訴你 都是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 看現在我們目前 我們的強項是什麼地方 我們要 多加的 一些 軍 軍費 來提供給他們 這世界基本的嘛 不是這樣嗎 你要併用一個 一個選手很不簡單 人家自己打拚起來 你世界無人 到旁邊到輔助一下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呢 表現比較優異的選手 我跟妳講喔 我們有 我跟妳講喔 我跟妳講喔 我們在灌水下去 我們再提供一些資源給他們 讓他們更好嘛 不是嗎 謝謝議員的建議 可以讓他們發 發光發亮 不是在台灣 可以讓全世界 對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 他們有夠的水準 我們再提供一些資源 我相信他們未來會更好 對 因為像我們這次 在四大運的這個中獎的這些 這些 這幾個資源都給他們 棒球 棒球跟我們比賽 還都不一定 其實我們這次 那個四大運 我們台南的選手 中獎的 其實都是在我們的 優勢運動項目裡面 我們補助的這些選手 我跟妳講的 妳不要整個資源都落在這個棒球裡面 妳要寫得分配一下 尤其喔 我們台南市的強項 這 前幾項嘛 妳都要提供給他們一些資源 我不知道哪幾項是前幾項 我看整個 無線落在 我跟妳講 那整個角角 還沒有 棒球的三分之一的無線 妳不知道我們的單項的 台南市是幾百項的 結果 妳看無線 要把這個棒球比起來 是要怎麼比 這才有公平 這才有公平啦 晚上運動的 人們協會說 當然是我沒有選棒球 好了妳請坐 我請教一下 我們學校那個 校 到屋頂 那個太陽能那個 哪一個 哪一個管的 哪一個科目 科次管的 妳教那個 長龍什麼 長什麼龍 這個是 那個 全力能 全力能 妳改靠了 現在靠了是靠了什麼 到的怎麼樣 目前還在跟他在法院訴訟 還沒有結束 是誰贏 現在第一審還沒有結束 這麼久的第一審還沒有結束 是目前法官還在 還在就一些細節在討論 沒有結束 那 那未來 還要一直在等嗎 這我們目前在檢討 是不是在 我們 那個 那沒有辦法做 妳應該要 妳還在點標吧 台灣內部有在檢討 檢討嘛齁 我是跟你建議 這個是資源 那現在政府 中央也在推動綠人 那個 教室屋頂上面的那個 太陽能 妳們飆出去 還有人 那個公司 發生了 燒焗 已經過了兩三年了 兩年 已經 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嘛 一年多 我 剛開始飆售 也兩三年了 那妳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 我們就檢討了 檢討妳 妳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儘快會來辦理 妳儘快 趕快去討論一下 對於 這部分 妳檢討妳怎麼樣 妳跟我說一下 這樣好 謝謝議員 好 以上 謝謝主席 下一位 我們請 曾培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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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現場 那我們請下一位 蔡淑惠蔡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 局長 我們現在體育處處長 已經調走了嘛 是 是不是 現在是誰 由原來的秘書 陳中陽代理 陳中陽 她有沒有 她的資歷 夠不夠能夠擔任 我們體育處處長 因為她 目前是這個八職等啊 那我們體育處處長是 九職等 那之前 簽 就是說 簽程的時候是說 要先用外補的方式 來進行這樣 局長 事實上交易局有很多的業務 我並不是很滿意啊 但是我覺得現在代理的這個處長 他的積極度是我看過 教育局局那個辦業務是最積極的 所以雖然我們是一個在野黨的議員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給肯定 我講一個例子 曾經有人跟我投訴說我們體育場 體育公園非常的凌亂 垃圾很多 包括那個糧亭 圍了半年多也沒看到任何的改善 我跟我們之前的吳國民處長 我跟他反映 一個月兩個月不理我 有一次在市政府碰到他 他居然跟我說 你已經沒有辦法質詢我了 因為我要調走 一個官員這種心態 當一天合唱挑一天鐘 怎麼會是這種心態 後來要把這個case 緣分不動的轉給我們現在的代理處長 他一個禮拜內把它處理好 我覺得一個優秀 一個認真的公務人員 應該在議事廳受到一個肯定 是有跟局長做這樣的一個建言 我覺得你要用的人很重要 是不是可以讓他 讓你整個交易局活絡起來 當然我是一個在野黨的議員 不要因為我的建議 我對他的美言 反而給他扣分 我覺得你應該要公平性去評估一下 好不好 謝謝議員 我想我們都是以用人為采 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也是希望說我們的團隊 是越來越堅強的 是 局長 請教一下 今天很多人在提到公佑的設置 你個人覺得公佑應該要廣設嗎 應該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 就是我到局裡面來 這幾年我們其實也是努力爭取 就是說要逐步來建制 這個公佑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年算是有一點突破 這樣子 那個局長請教一下 我們的公佑跟私佑的比例是多少 公佑多少 目前如果用據點數來算的話 是4比6 4比6 就公佑是4嗎 對 公佑是4 私佑是6 私佑是6 所以基本上私佑的設 那個普及率還是比較高 對不對 是 那你覺得為什麼 公佑在每一次 每一個新的學期 大家都擠破頭 甚至你剛才提到 除了低收入戶或是外配 甚至單親家庭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人為了讓他的小孩子 能夠在這個順位裡面 能夠進入到公佑去讀書 夫妻假離婚 讓小孩子是變成一個單親家庭 去就讀公佑這種狀況 所以局長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我們的公佑跟私佑 難道真的我們的公佑 各個條件都比私佑好 所以我們的競爭力才會這麼的搶手嗎 你個人覺得呢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 為什麼我們私佑的比例會大於公佑 最主要原因是 在我們國民教育的這個體制裡面 一直沒有把幼兒園 列入我們所謂的國民教育 或是義務教育的這個制度裡面 像我們國小 你看私立的國小就很少很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以前可能很多都是阿公阿嬤帶孫子 他比較沒有入學這樣的需求 可是因為社會型態的這個轉變 所以使得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希望把小孩子就是提早來學習 然後送進學校裡面這樣子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公佑的這個算是需求 越來越高這樣 局長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樣 是 請議員指教 公佑的需求會越來越多 除了他有得天獨厚 有一個公佑的機關做他們的屁國 你覺得公佑的師資比私佑好嗎 還是公佑的設施設備比私佑好嗎 我覺得我們就這幾點的競爭力 我們交易局應該勇敢去面對他 今天私佑在這個佔了16層 他們還能夠存活下去 基本上他們可能有一定的師資 他們有一定的設備 那一些人寧可捨去公佑然後去私佑 今天很多人為什麼捨去私佑去公佑 理由到底是什麼 是因為學費的關係 或是因為我的家境根本付不起私佑 我覺得你要去了解這個狀況 如果是因為經濟狀況或是收費的標準不同 我們基於教育是公平公正的立場上 廣設公佑是不是一個是在必行的師徒 我想你要去評估一下 那我們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我大概有問了 私佑大概他們每一個學期的註冊費 一萬塊加上四千多塊的所謂的活動材料費 每個月大概要收七千塊左右的月費 但是我們的公佑呢 公佑呢需要註冊費嗎 公佑我們原則上就是收代辦費 只有收代辦費 每一個月收兩千多塊 這樣的一個懸殊的收費 所以當然在這種經濟不景氣之下 大家會去選擇公佑 而不是因為公佑有比私佑好 什麼東西什麼條件比他好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教育觀念是錯的 我今天一個家長 為了因為我可以少繳一些學費 我去選擇公佑 不是因為公佑給我的小孩提供的環境好 給我小孩提供的師資好 給我小孩提供的設備好 我才去選擇公佑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對私佑來說是不公平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朝向私佑的部分 能夠比照我們公佑的收費 然後私佑的部分我們公家來補助他們 就好比我們的公共汽車一樣 我們的大眾運輸一樣 為什麼一個快要倒掉的大眾運輸 包括以前的台南客運 新南客運 現在的新營客運 還有輔城客運 事實上那些客運 以前根本都營運不下去 因為政策的改變 中央地方 預住這麼多的補助款 只是希望這個城市的大眾運輸 能夠順暢 所以他們又活起來 又做得很好 有聲有色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局長 我很誠懇的拜託你 公佑私佑的比較 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公佑 你甚至可以問一下 這些來登記要讀公佑的家長 他們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真的是收費有落差 他們付不起 我覺得基於教育的部分 教育局應該去補足這個差額 讓他們在公佑私佑之下 能夠去評比這個小孩子 適合哪一個學校 適合哪一個私佑 適合哪一個環境去就讀 而不是以繳費來做評估的主要 要標準 局長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是 我非常謝謝蔡議員 在這個部分呢 給我們的這個指教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 在努力研究研議的這個方案之一 就是說 我剛才提到那個私佑公立化 那您的意見 我們會納進來 我們在研議這個部分的時候呢 作為我們整體的一個規劃的參考 事實上 那個局長 我們因為少子化 所以有很多的國小的教室 事實上是空著 那是不是可以廣泛這個部分 讓一些有意識的教育界的人想要經營 然後像你說的那個 公 你剛才講什麼 非營利幼兒園 或是公 或是私佑公立化 對 我意思是說這種狀況 所以我個人還是覺得 在每一年 每一個學期的開始 事實上 我們當委民意代表 我們都很為難 因為很多的請託案件 但我們知道那是公平性的 它有條件性的 你說的它有 那個外配 低收入婦 或是單親家庭 或是經濟狀況不好 他要那個婦女的這個處境 不好的 不是所有單親 所以這些 這一個區塊的人 可能就排擠到一些正常家庭的小孩 要去讀公佑的權利 所以這種狀況我想要去了解 拜託我們教育局去做一個了解 為何一個小朋友 家長會選擇公佑 他們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是離家近 還是因為他的收費比較低 我不用負擔那麼多 我負擔得起 如果是這樣 我想我們整個教育的 那個經費預算的編排 我們就要去思考 是把這些經費用到補助私佑 讓小朋友在基礎教育 就能夠得到最好的一個教育 是 非常謝謝議員 那我補充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現在也有把那個 各校有空餘教室的部分 我們有上網 是 就是如果一般民間 他如果需要使用我們這些 空餘教室的 我們也非常歡迎 好 謝謝 局長這部分拜託你評估一下 好 謝謝議員 我們現場有李退志議員 是我們教委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們現在請李退志議員 謝謝主席 本席 大家現在對於這個幼教都非常的關心 那 本席這之前也特別了解 因為像這個 如同剛剛所說 因為 現在本席也擔任我們自己學校的家長會長 那時候也去參與這個 我們學校幼兒園的抽籤 這一路好像抽到 第八還第九順位 因為前面那些順位一下就處理完了 根本就不用抽 比如說 老師的 老師子女或生三個等等的 一直到第八第九順位就來抽籤了嘛 那也很巧 十一個抽十個 十一個抽十個 所以只有一個 也是 沒辦法 爆漢而歸 對 由此可見 確實 這個公佑的需求是很強的 那 就像你剛剛有一句話似乎沒有說完 據點數是4比6 對 那招生數咧 我們目前 核定招生數 公佑跟私佑的部分 大概是3比7 你看3比7 差這麼多 所以事實上公佑提供的這個 公共化或者說社會化 這樣能夠對我們的這個下一代 能夠提供這樣照顧的部分 國家付出的距離所謂的國民教育 或者說普遍性的這個照顧來講 事實上還距離非常的遠 非常的遠 那 今天 小英總統說 他這幾年要增設幼教幾班 目前的規劃是一千班 四年一千班 四年其實也才增一千班而已 對 而且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這個一千班是指非營利幼兒園 為優先 沒有錯 沒有錯 那其實 你要非營利幼兒園 就等於是你要再去找一個基金會 或找一個非營利單位 然後他要去找場所要去立案 通常正常一個單位 不管他是營利或非營利 他要找到一個地方 然後可以去把這個地方弄到可以立案變成幼兒園 起碼也要一年以上吧 對不對 除非他是原有的幼兒園轉型 沒有錯 如果是新設的話 的確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這個事情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我們燃眉之急 而且這一次本席特別去檢討 我們這一次公立幼兒園核定的招生數 跟你們教保服務人員配置數的一欄表 本席請教一下 幼教老師的資格跟教保員的資格有什麼差別 原則上那個幼教師跟教保員的資格 他們其實都是合法的這個教保服務人員 那原則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什麼叫做沒有太大的差別 就是幼教師他就要有教師資格 對 那他們念的書都一樣 所有訓練都一樣 就是他有沒有去取得幼教老師的這個證照 那所以你們在總編制書裡面 你們把教師跟教保員都混在一起算嗎 因為就是目前部裡面的規定 就是說他有所謂的 他把這些都列為教保服務人員 這樣子算是可以的就對了 對 那照你們提供的資料看起來 似乎每一個地方的這個教保員 跟這個教師總的加起來 也都是符合規定也都是到位的 他是符合規定的 但是就我實際去查訪的結果 你表面上 我知道這裡面我們總共幾所 我們總共有多少公佑啊 我看這上面是 我們附幼有180所 然後專 附幼有180 雖然說多或少我不確定 但是我知道裡面至少超過六所學校 他的教保員是還沒有到位的 你們的數字 你們的數字是每一個都是到的啊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那我去查訪的結果至少就有六所以上 他說沒有啊 不好意思報告議員 我們的那個教保員 好像什麼9月底9月下旬 重新分配之後 然後要到10月底才能夠真的報到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9月就開學了耶 這個指的是那個 徵制教保員的部分 就是說 教育部他在幼兒園的編制之外呢 他另外有增加一個叫做 徵制教保員 可是不管怎麼樣 你們都把它當作是編制內的東西啊 那因為我們其實呢 是去跟教育部申請 教育部在8月24號 我如果沒有記出來是27號 他才核定我們這個人數 數額的部分 我們幾月幾號開學啊 對 那因為我們其實早就跟部裡面申請 可是部裡面到8月下旬 才核定我們這個 那這是不是年年都這樣 其實因為我們每年都很努力在爭取啊 那部裡面他從104學年度開始 他的原則是說 我就是給你定額 那不夠是縣市政府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不增加 那我們其實是每年都去跟他 你每年都去要 每年都去要 表示說我們確實有不夠的地方嘛 那你就要等他 等到8月下旬8月底都要開學前了 你才知道他核給你 然後核給你之後他又來報到 報到之後有的又不來了 我知道這確實有現實上的困難 可是問題是在哪裡 問題是在哪裡 你們明明就知道公佑這麼的不夠 那你們為什麼 幼教老師的控管要控管這麼多咧 我想跟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幼教師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這幾年也有降低他的這個 其實是說我們就是沒有 用代理教師的方式禁用 那個代理教師都可以提早聘到 我了解 對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是就是說 在你可見的未來 我們的公佑會不會減班 我這樣反過來問嘛 目前來看就是說 比較偏遠的地區 可能學生數的部分 但是我們沒有讓他減班 我們如果有我們也是調整 就是說如果某一個援所 富佑他可能沒辦法承班 那我們會把這個援所的這個數量 放到我們 我們認真看一個大的趨勢來看 你說小明英總統要增一千班 他是以非營利的為主 那我們公佑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年也開始有部分的公佑 有增加班級嘛 或者說新設嘛 那總的趨勢來講 公佑你剛才就講了 據點數4比6 招生數3比7 我們的公佑的距離這個市場所需求的量 我們的供給還是差很遠的 所以我們的公佑根本就幾乎沒有 這個總的大居士來講 是沒有減班的可能啊 那既然沒有減班的可能 那為什麼我們幼教老師不把它聘足咧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我們目前幼教師的這個 就是說原額是足的 只是說我們有部分是聘用代理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我們之前是到三成以上 既然你說 現在我們有下調 幼教老師跟教保員的資格等等都一樣 那你的教保員的人力這麼不穩定 那為什麼不讓幼教老師 就來補食這些缺額咧 其實應該是說 兩個待遇差多少 一個是公保一個是勞保 就是他的禁用的這個相關的規定也不一樣 那因為呢這個目前具愛部的規定是說 五歲的班一定要有這個教師 那其他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很多是收二到三歲 所以當時會用教保員的部分也是認為說 你們現在教保員 是不是還是給人家沒有聘滿一年啊 你們的契約是不是也是一年一聘啊 應該是一 你有沒有聘滿一年 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像以前一樣又篩怪膠 一年只聘給他十個月是不是 沒有 應該教保員不是這樣 教保員一直都是全年度聘用 好 那本席在這邊就是這樣子 跟你們清楚的要求啊 既然教保員的供給 有這個中央核定的問題 有這個到位之後 他可能因為個人意願的關係 他可能又覺得太遠啊 環境不好啊等等 他又不來了 那來了之後 因為 就因為他是勞保 就因為他是勞保 所以 到了下半年 他說 抱歉 我要去科老師啊 所以我又辭職 我又走了 那既然教保員這麼不穩定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這個幼教師的部分盡量 你說五歲以上才需要聘這個幼教老師 那我們就把他向下延伸嘛 既然我們的 我們總的經費 我們稅收的增加等等的 可以再提供這個教保券 來 又有的這個幼教券來這邊 來這個補足 那我相信其他的資源來講 我們就把幼教師的資格 你剛才也說啦 兩個 兩個幼教老師跟教保員 念的書 受的訓練都一樣 只差一個有考教師證 一個沒有考到教師證 這樣我如果是教長 我當然也要考到教師證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不兩到五歲的 通通都來聘幼教老師呢 這樣子對於 你這樣子走出去 喔 台南真的有夠好的 我常常問每一個局處 我常常問每一個局處 說你過去 不管你現在也好 或者是未來也好 你到底在你的 你的 你的業務領域裡面 對我們台南市 對我們整個台南市民來講 有沒有什麼是 你可以自豪的拿出來說 這是我的亮點 很多局長 都說不出來啊 那今天我們如果可以 很大聲的跟全國講說 我們全部 幼教老師 通通都是幼教老師 這對我們的 跟大會報告齁 上午的議程 我們一定到十二點半就結束 那現場還有三位議員 就是 登記要發言 所以我們就等這三位議員 發言完以後 我們就結束上午的議程 下午我們兩點再開始 那現在請談閉而言 好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議員好 上次喔 那個定期大會的總質詢 是 我要求說 我們九份子 重劃區 應該多規劃公立的幼兒園 那請問局長你們規劃的怎麼樣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今年喔 在海淀國中呢 有設這個幼兒園 那最主要就是之前講到 一班 一班 對 那昨天我有跟校長了解到 校長也說 其實這個幼兒園在學校的這個狀況呢 是非常好的 他自己還說 這個幼兒園設計 他覺得他年輕很六歲這樣 因為跟這些小孩 問題就是不夠 九份子的這部分呢 我們目前是幾歲兩班啦 兩班 我就跟你說不夠了 因為 之前我也有跟議員說明過 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地匯的六公庆 六公庆 九份子從外去 我們地匯的六公庆 是有的 所以喔 兩班太少啦 我們目前 如果當中在那裡頭頭 大家都 大家家長來拜託議員 那個我跟議員 表示說 我們現在已經不夠用了嘛 他們的小孩都沒那麼動力去打了嘛 你們還是莫守成規 你們還是沒有增加 因為我跟您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 好 不用再講啦 那個九份子 九份子 國中小 我希望你們喔 要多增加啦 剛才你打呼 呂特之議員說 全國的 會營利的 一千班 一千班是全國的呢 我們在日本的幾班 少之可憐啦 好 不要再說了 有沒有 我們 當初我們台南市府 為了獎勵新學 所以跟慈濟 簽下這個合作的契約 每年慈濟高中的土地租金 由我們市府來負責支付 那慈濟呢 則要提供 大概招生名額的6% 6%來保障 我們台南的弱勢學生入學 局長 你們今年 要給慈濟的土地租金 是不是一千一百萬 因為這個都是按照這個規定 好 局長我知道 你們跟慈濟是有簽約的 那是什麼時候簽 之前 當時簽 他小孩的時候就簽了嘛 後來有換約啦 簽八年嘛 有換約 換約應該是104年吧 有換約 是不是104年換的約 你們不是一次簽八年嗎 對 阿水他時間到他換約 我知道阿水你們今年 是今年是不是又跟他簽了 是今年到嗎 應該是 我印象是104還是105年有換約 104年有換約 我印象中 所以還沒有到就是 對對對 好 局長 我知道說你們跟慈濟是有簽約 是 是不能隨便解約 是 但是喔 本市覺得說 慈濟辦學的這個土地租金 都由納稅人的錢來支付 不合理啦 不合理啦 你知道嗎 局長 慈濟的名下財產高達千億喔 千億喔 開醫院 然後蓋金色 樣樣來 那慈濟 根據最近這幾年的這個財務報表 104年的淫餘有2億多耶 有聽喔 100控三年的淫餘又高達20億耶 你這慈濟身為公益團體 每年獲大量的一個捐贈 慈濟高中收的學費 卻一點都不公益 根據他們的招生網頁 每學期的學雜會 教科書會 算下來大概就要三萬五 還要加上八千多塊的那個服裝會 那剛入學的新生啊 一個 一口氣就要付四萬塊 就是說貴族學校 說是貴族學校也不為過啊 所以本期知道說 基於契約的這個原則 我們事務沒有辦法隨便跟慈濟解約 但是不能 能不能在下次換約的時候 要求慈濟把弱勢學生的保障名額 拉高到一層 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啦 那因為這個約他其實是從張燦鴻市長 那時候邀請慈濟來新學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我都知道 就定了 那另外就是學長費 所以你就跟慈濟要求說 弱勢學生的部分 從六趴提高到十趴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會來跟他們溝通 因為本期認為說 慈濟既然是公益團體 多收一些 弱勢學生也不為過 那你看我們這個簽的契約 台南市政府 與慈濟學校財團法人合作新學的這個契約書 一次簽八年 那包括高中 國中 國小都有 這個是我們事務跟慈濟所簽的這個契約書 然後有學者爆料說 慈濟的總財產達千億 土地買了再變更 你慈濟本身的這麼有錢這麼好 然後還要把市政府交由一千一百萬 我們民眾怎麼可以接受 基黨處理學校怎麼可以接受 不是說你沒錢 你幾千億 幾千億的財產 還要把市政府交由一千一百萬 怎麼有意思 對不對 你覺得這樣怎麼有意思 我想我可以理解唐議員就是為了希望能夠 讓弱勢的學生 這張實際所擁有的總財產高達一千四百三十九億 你們不用拿了 太多了 然後103年盈餘二十二億 104年盈餘兩億五千萬 那新生入學 需繳四萬三千多 所以即便是護額 弱勢補助的標準 免學費 但是呢 還是需要護學雜費兩萬塊 我想議員這個部分 您剛才講他們要繳的費用這個部分 除了服裝費那些之外 其實教育部有明文規定 就是說私立的學校 它的收費的標準 那我相信磁器應該也不可能高於那個收費的標準 那另外就是還有代收代辦的部分 我會說貴族學校 如果有疑義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跟國教署講 請國教署去查核 我這邊資料都是正確的完整的詳細的 都是正確的 是 那議員那個會後 我再跟您了解這個 他收費的狀況 教長你可以要求持續嗎 你既然這麼好 這麼歷史的學生 10% 體格到10% 在這學雜費的減免 這樣可以嗎 這個我們會列入那個跟他換約的這個 就是跟他 跟他來溝通 那幾千月的財產 對不對 我們市政府再來補助一千一百萬 那其他收入 他們自己心有口無 他們也說 你們能夠持續這麼好嗎 市政府補助一千一百萬 我們這裡收入學校 我也要求補助一次同仁 這樣 教長 市政府如果要求你 你說要補助他 我想因為這個是不同的狀況 因為慈濟當時是由這個市政府去邀請他 當然 所以我就說 現在時空 環境 北境已經不一樣了 你有沒有 你現在你實際這麼有錢 雖然說正言法師 她跟我媽媽是一樣高雄的人 但是基於是非 大事大非 基於原則的這個問題 我還是要講 你這麼好的狗 不要再給我們市政府補助了 對不對 你一千一百萬六六的 教長 會不會 我了解那個唐玄您的意思 你了解我意思嗎 希望說 教長您跟您說 你們就這麼好的孩子 對不對 不要再給我們市政府 這一千一百萬 這一千一百萬你們就 立會去的嘛 這幾千月子散 一千一百萬 我們要把市政府打油 這都是我們所有六歲的人 要扶的 不是市政府扶的 是我們所有六歲的錢 那不是這樣 所以請局長 再好好的跟慈濟 去跟他們講一下 好不好 好 了解 好 謝謝主席 請林美彥議員 請我們施州陳寗臻 請我們主席來討請這個 來 感謝主席 來 我們局長 你現主席 體育場裡面有幾個工程在做 你知道嗎 體育場裡面有幾個工程嗎 在動工 目前我們有那個 災損的部分 除了你們自己的 就是本級處的工程以外 別的局處房還有在那種 可能水利局 有那個主席的工程嗎 還有那個文化局 對不對 對 文化局 老火車頭的工程嘛 所以可以進行主席 體育場裡面真的 磅磅磅磅磅磅磅 所以它應該會有一些問題會產生 所以一個好的就是處長 事實上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 本期每天都在那邊就是活動運動嘛 所以我們都有聽到一些基層的聲音 近前喔 國民實在喔 後來真的滿那種的滿失望的 因為一直開心喔 的態度是還OK 但是到了最後 不曉得是擺爛還怎樣 我們對他真的是滿失望的 不過這一段時間 雖然 他只是一個代理的中央 我們也看到他非常的認真 第一時間我們在跟他反應的時候 民眾 有時候也不用透過一眼 就直接跟他反應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非常的就是很積極度 讓我們有看到了 所以喔 你如何如何就是 有一個好的人才 在一個需要的時候 能夠讓他發揮功能 基層你這個應該自己要拿捏一下 好的人才下來 謝謝議員 好不好 因為喔 體育場裡面的人多啊 人真的很多 體育場人真的有夠多 使用力又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希望真的 我知道因為我也常在那邊活動 對 所以我們希望真的有一個好的處長 能夠替大家來服務 而且能夠讓 現在在推的一些工程 能夠務實啦 能夠趕快把早日的完工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這一邊我們也要請問你 現在每次到了就是在入學的時候 公佑跟私佑實在是給大家 都這樣 家庭也無散散 也包括我們學校 這個部分也非常就是 大家都這樣無散散 所以那我們有看到 公佑真的是嚴重的不足 所以我們也聽到 我們就是市長之前 市長一直在講說 如何將公佑的就是這個 所設立的能夠在普遍性啦 普遍性 那當然這個對大家來講 在一些比較家長 他需要讀公佑的這些家長來講 是一個福音啦 不過這個要時間點 這個真的要時間點 包括你在就是說 學校的設置 包括老師的就是 就是怎麼去找老師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還有呢 如何去在很短的時間 能夠完成招生 這東西 這都要時間點了 這都要時程的 時間表的 所以你說的美女 一樣 你說能夠馬上有公佑 公佑這個就是學校來產生 我想也是非常困難的啦 那我們有看到 私幼的這些幼兒園 他們也希望說 其實社會回饋在社會 這段時間 也跟我們局長這邊 教育局這邊來做個互動 他們願意啊 每個所能夠 來提供一些名額 現實是他們串聯 私幼的那個就是學校 私立幼兒園 他們秉持說回饋 照顧一些比較 弱勢的一些族群 或者說需要比較 就是協助的這些家庭裡面 他們串聯 各個幼兒園串聯起來 串聯起來以後 他們願意提供就是名額 他們把這個計畫叫做平價計畫 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 把這個他們串聯這個動作 叫做平價計畫 希望就在明年 明年在就是招生的時候 如果我們公佑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去就是 滿足這些需要的這些人的時候 而且他在經濟上面 真的需要協助的情況之下 他們願意把這名額示範出來 比照公佑的收費 來做一個就是協助 居長你認為 你認為私立幼兒園 他們所這個動作 就是他們所現在在講的平價計畫 你認為如何 你能夠接受嗎 非常謝謝林議員 因為林議員 對於我們幼兒教育這一塊 其實長期來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就誠如之前賴前市長所說的 就是說私幼也是屬於我們城市的資產 所以我們認為公私幼 並同的這個發展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剛才議員您提到的這個計畫 就是私幼他們願意 來提供部分的名額 給這個需要的這個家長 來送學生去就讀 然後用公立的收費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當然是樂觀其成 對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研鎖 我希望你能夠把這個 他們就是他們這個平價計畫 列為專欄來處理好不好 然後找個就是誰跟他們 媒合一下 我們來了解一下他方案的內容 那現在坦白講 啥子話 所以對小朋友大家都非常重視 不管是教育也好 那當然安全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何教導小朋友能夠保護自己 因為家長沒有辦法隨時站在旁邊 我們有看到 在台北在106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有花錢 譬如教育局 花給每個小朋友 一個就是叫做反申警報器 反申警報器 台北市在106年 針對一年級跟二年級的小朋友 他們發放 總共花了三萬八千多個 讓小朋友來做一個反申指用 只要危險的時候 你都可以來做一個警報的發放 這能夠在身上或是在細胞 在近106年 他們編了預算 針對一年級跟二年級小朋友 他們也希望說 在明年 在下一年度 他們能夠普遍性的給所有的小協同 這個讓我們台南市教育局 你認為台北市的這個動作 就是教導小朋友如何保護自己 在危險的時候 第一時間 能夠告知周邊的人 我危險了 我危險了 你快點來幫我協助 快點來幫我救 台北有做這個溫馨的動作 那局長你認為 我們台南市的協同 小朋友是不是也必須要有這個照顧的動作出來 局長 謝謝議員的這個指教 其實這個部分呢 我們 我記得在一兩年前 也有研究過 就是說 也許不是這樣的警報機 也許是哨子 哨子太慢了 他拿到本來當下 亂了 他這樣繞起來 他就會有警報聲音出來 所以因為之前在研究的時候 有學校是歡迎說 今天那個小孩不是真的需要的時候 拿起來用是七頭拿起來用的 那就是教育 你不能怕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不去做啊 所以 教育這些小朋友啊 這是危險的時候才能用的啊 教他們怎麼使用啊 教育啊 當然 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來研究 尤其是我們也跟警察局來了解一下說 有哪些防身的器具 是 也許我們也可以找到比台北市更好的方法 局長 別的限制都已經在做了 我們現在才在研究的階段 我希望 我們局長這邊能夠把腳步 就是加快一點 因為啦 我們經過 我們有 統計資訊完去統計啊 我們 2016年台南市的行案發生力 顯然 六度喔 六度 六度第二喔 第二高喔 六度第二高啦 所以我們希望說防患動作 不是等到發生 我們不希望危險是發生以後 再來做怎麼去檢討 我們希望是做事先防患 對不對 易防非常的重要啊 謝謝 因為這個在安全的宣導 像我們台南市的這個做法裡面 其實在全國都得到肯定的 包括我們那個愛心商店的部分 我們做的最弱勢 然後另外就是呢 社區志工的這個部分 那是跟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如果發生事情的時候 小朋友如何告知桌邊的人 我跟你說啊 他如果發生的時候 他說要求救父母 已經也來不及了啦 所以我們 他好像唯一喔 唯一只有桌邊的人 可以救他而已 可以協助他啊 所以如何讓桌邊的人 知道說我已經發生危險了 請男人來救我 所以我們 應該在這方面 你要多用點心啦 你所有說愛心商店等等那些 都是在桌邊 平常的時候怎麼去協助這些小朋友 但是第一時間的時候 有時候喔 危險 麻煩的 求救只有三秒鐘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在最短的時間 可以讓這些小朋友得到 得到安全 這非常重要耶 局長 所以我會覺得說 別人在做 都要不做 你要檢討已經太慢了 我們在蔡玉輝發言 蔡玉輝議員發言後 上議程結束 那我們下午兩點再繼續議程 好 那現在請蔡玉輝議員發言 請來主席一下 補個台 我跟妳頒一個獎 這我個人頒的 當然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大家一樣 我供給妳 我打文書 妳是全國最不適任的教師 是什麼原因 整個總之順了 當然我的動作不對了 大眾民力譴責了 我自己想說 我做民意代表這麼久 為什麼我會動氣 為什麼我會動氣 照說我不是這麼理性的一個議員 但是 開月一定要參加 可以 文情一人可以感受盡量 一百萬六年六月七八 我跟市長說 市長 這個替代於這個中所不適合 是不是可以治療給我 市長這樣說 妳可以放得這麼大 蔡議員如果全部提供給妳 可能有困難 是不是 如果替代的學生同意 那我們提供給妳 這人妳有去問嗎 妳有問嗎 妳有問嗎 妳有新聞像市長 市長說 我想要跟你做朋友 屬實我想要跟你做朋友 因為資源都在妳的手頭 妳提供我的資料裡面 我講妳都不幫我做 我講妳都不幫我做 民進黨議員 做單向委員會委員的 她在比賽 她在經營的妳都幫我做 市長說 我現在去 去校 替代她在那裡 我就問了 新年我們出國小 欸 鳳姐妳住在哪裡 我來看看 假設 妳如果這個中所 因為 某一間國中 她住的地方 哪製造 這個環境 妳提供我的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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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替代她人的 款力妳看怎樣 沒問題 怎麼去玩 我又去新興國小 我再問 這個鹹水國小 我自己提供的 我又再問 問妳跟妳提供 沒關係啊 我做不到 我就走了 這個中所提供風災 沒關係 還不是說 起碼啊 還不然社會名 中所多看 民進多多有什麼 我不是比而已 沒關係 這人 妳有跟我們問嗎 妳有像市長這樣說嗎 我六月二十五 跟市長說 欸市長 妳說妳隔公看診 說我要教教教長好 我真的有 還不教 他教 還是都不需要 治療什麼給我 市長說他要跟妳講 好沒關係 去年新米生的時候 這個一大堆校長在那製 蔡議員 你不要跟我們教長計較啦 好 不是閉對妳 紙料在討 沒有人 含著妳前紙料花 幾分鐘的時間 誰誰會隨我 一百零五年十二十一 你們到底是九曲 有人在後面記錄嗎 十個紙料大 沒有我 跟蔡衛說這麼多 我怎麼給他 我不是說很多年 其實 不是閉對妳 妳到底 妳到底 我想說妳黑頭是怎樣 妳如果 文明的人 法制的國家的局長 來議會 佩信 議員 共特治療 對一個家不可以給我 對一個民主國家 對一個管制 有說不可以給人 湯匙 來救 社會機長 免費 五分鐘 有妳沒有妳 我在這裡說可受公平 可是妳 像蔡衛威哥 在說我 我沒有在信 妳怎麼有事情 我做局長做知道 妳要去哪裡 我可以去抗議 我不是不行 妳這裡的局長都跟我說 妳不能去台南大社 跟坎坡 在那裡說 全球平靜 連三兩黨 怎麼樣 議員 我們非常的尊重您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您不要一直都做人生的攻擊 這是第一個 大眾民人問啊 妳兩黨連續評比最不深的 是嗎 第二個部分 妳不是偶像 妳資料之外沒有要發 民主國家什麼叫做偶像 我們資料我們都 依規定提供給 藏式欺人 客戶的人這麼多 不要資料給人 不要純粹發明 流氓 不可以流氓 議員 民主國家有人這樣 我們到底給您多少資料 那花了我們 不要說多少 我就說幾項個了 您要的資料 都是要細目 要金額 要項目 要每一所學校 您看我們給您的資料 那個是需要花我們同仁 多少時間來做的 我們怎麼可能不提供呢 局長 對不對 好 您 我們想說 學校 政見 這個林省委員 您既有早就有給我 你自己說話 實在說你都沒注意 您既有早就這樣 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能站在這裡說 您早就有特有給我 是我要再要求 嚴謹一點點 你不要這樣 你給我回家這麼大 沒有 因為呢 您當初第一次 是跟我們要說 所有評審委員的名單 對不對 沒有啦 我們名單有給您啊 可是您後來又說要什麼 那個序位啊 分數啊 等等的 我本來是沒想要說的 但是 你這樣一直說 我沒有給你資料不可能 要不要再說 我三個禮拜前把您投資料 你明天再要結束 你們都還給我 像我二十一日台會說 跟這三個東西 您看兩邊半天 您當時給我 你有這麼多時間發佈 你今天又沒有給我 沒有在法庭時間來給我 議長說的 明天再要結束 今天要給我 你們都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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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昨天 所以我們昨天把資料給您啊 你在工作報告之前 你說什麼 我請他們昨天 這樣你幾個 不到12點發 不到12點發 可以嗎 我沒有在那你還給我 沒有 我有跟同仁講說 我們趕快整理 因為這個都要各科事的 下班時間發嘛 我 我有請他們說 大概五月一天 你們同仁請過時間發嘛 議員我必須要跟您說明 好啦 既然 我們這些資料 其實是同仁比一比做出來的 既然 我的資料不是你資料 我沒有質疑您的意思 你把資料做議員 我做局長這樣說 我現在單純說 我們三級棒球隊 報索每一間誰照的資料 這要做你們 真實要發 跟我們嚇一下 要一文獎沒有啦 要兩文獎沒有啦 今年到現在要發 所以剛剛我有說嘛 就是請體育處去找資料啊 市長 是今天要接收你才好嗎 你不是 一百塊五年 十二月十二才好嗎 議員我剛才有跟您說明 我也告訴你 為什麼 你不要當天給我 為什麼 你不要這麼激動 我希望不激動 你根本就是 我告訴你流氓嘛 你黑頭的嘛 不可以你給我搞啦 我相信呢 我相信大家可以公平 可受公平 您說的可受公平 沒關係 我蔡議員也沒有你 幫你要求 沒關係 看會怎麼樣 我剛才有講說 我請你公開講 我是怎麼當校長的 這個也可受公平 市長 你安法蓮來台北市怎麼來 不要說 我是經過教育部臨選的 對啦 那這不可以 我怎麼沒有啦 你告訴你很難聽 沒有啊 你可以公開講啊 我告訴你客管的啊 我靠什麼關係您說 我告訴你 我爸爸當將軍 那也是我爸爸自己的努力 不要侮辱我的父親 好 講這就好啦 這人 誰要不要簡單 一百塊給你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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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給你一百塊給你一百塊 你為什麼要告證還要給我 你為什麼要做人格的侮辱 你給我侮辱不是我 我做議員 靠一塊你不要換 是你給我侮辱 我侮辱 我剛才跟您報告過了 因為吳國敏處長呢 他說他提供資料給您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後面沒有提供 所以呢 我如果知道他沒有提供 我一定會要求他提供給您 我沒有推給他的意思 我沒有不給您 我怎麼可能不給您 如果不給您 您上次開議的時候要有資料 我們有沒有給您 他都不給他調查 他都不給他調查 我沒有不調查啊 我的意思是說議員 你如果 他都不給我 在我議程 下午兩點再繼續開會 谢谢观看